妻子突然发觉眼前的男人不是自己的丈夫 因为他睡觉从不会把身体全成一团 更不会对自己说晚安 可他怎会知道 老公体内的灵魂已经换成了别人 更奇怪的是一向冷漠的他居然会关心自己 因为死神使者的大义 把同名同姓的大叔的灵魂给带走了 不得已把他的灵魂放进了另外一个死人的身体 而同名的高富帅也被确认了死亡 化妆师为他整理身体的时候 他的手突然动了一下 化妆师吓得吞了吞口水 他正想要告诉他的家人 却自己晕倒了过去 另一名化妆师直接就吓跑了 当高富帅坐起来的时候 他的家人都吓懵了 一个个睁大了眼睛 有的直接就晕倒过去 他叫贤哲 是一名支行长 李姓 苛刻是他的标签 对待妻子就像是对待下属 他说的话就是命令 妻子在外面上班 让他觉得很没面子 只因他收入比较高 就让妻子一切都听他的 而他的妻子惠真早就受够了他 无论是妻子的角色 还是作为母亲 而媳妇 他自认都做得非常的称职 而他去上班并不是因为钱 而是不希望再看他的脸色 同样叫贤哲的油腻大叔 则是一位厨师 这是他的妻子小花 虽然生活比较清平 但他们十分的相爱 看上去很油腻的他 却是十分的幽默可爱 一切都以家庭为主 同名同姓的两个男人 他们还是同年同日出生 在生日的当天 油腻大叔回到家时 家人为他准备了生日惊喜 女儿和妻子都送上了那么大 就连爸爸都忍不住要来一下 气氛是那么的温馨 一天的疲惫瞬间就消失了 而惠真也在等闲折过生日 而他却跑到了别人的家里 那个女人还特意让人送来了一束花 看着纸条上面的文字 他的心碎了一地 惠真看着眼前的蛋糕 他拿出那个女人送来的书 书的名字却是在讽刺他 他笑了 笑的正是他自己 他用手尝了尝蛋糕 蛋糕很甜 但他流下了苦涩的眼泪 当幽默体贴又专一的灵魂 来到了性格完全相反的高富帅的身上 而大叔还留有以前的记忆 他们的生活 将会发生怎么样的改变呢 贤哲清醒了之后 妈妈激动地抱着他 可是他根本就不认识他 当他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瞬间发出了恐龙般的尖叫声 明明变得很帅 但他却十分地惊恐 他开始发疯般一样抽动 妈妈看见他这个样子 断定他脑子肯定出了问题 说一定会把他治好 贤哲努力地解释 自己并不是他的孩子 可是妈妈哪里会相信他 当他听到妈妈喊他贤哲时 他赶紧去查看病床的名字 这才发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一模一样 于是他向妈妈借来了手机 随后打给了他的老婆小花 贤哲喊小花做老婆 开始拼命地跟他解释 说自己的灵魂住进了别人的身体 小花认为他是骗子 把他臭骂了一顿便挂了电话 从小玩到大的小黑来看望他 认为他只是失忆了 贤哲还是想解释自己的身份 可哪里会有人相信他 这又不是在拍韩剧 他开始装可怜打赶琴牌 让小黑带他逃离医院 可是刚一出门就被发现 他跑到了一条死路 于是放下了消防水管 然后就奋不顾身地滑了下去 下面的家人都被他吓傻了 不出意外 意外就来了 整个人就直接摔了下去 这还没完 他赶紧爬了起来 就跟小黑冲上了车 让小黑载他回自己的家 当他来到家门口时 看见了老婆小花 便开始解释自己是他的老公 并把他们之间的秘密都说了出来 希望他能够认出自己 可他老婆听完后 感到非常的害怕 眼前的这个男人 怎么会知道自己这么多的秘密 抄起家伙就要跟他拼命 贤哲看到这阵势也没办法 小黑只好带着贤哲回到家 惠珍和孩子一脸陌生地看着他 贤哲不断观察这个陌生的家 就连关门都是小心翼翼 突然一股心酸涌上心头 坐在淋浴房里放声哭泣 当他洗完澡出来 碰见惠珍 整个人的身体无处安放 不知如何是好 惠珍看着奇奇怪怪的他 感觉他完全就变了一个人 本来计划要跟他离婚 现在不知如何是好 惠珍一早就为他做好了早餐 贤哲也开始接受这个事实 向惠珍了解这副身体的背景 原来他是个花花公子 一直以来都是把惠珍当保姆 而他们是一对名存是亡的夫妻 原来的他不单只大男人主义 还很自私 惠珍说之前的他反对自己在超市上班 而自己却早已计划离婚 所以不管做什么工作 他都需要在经济上独立 惠珍还详细地说明了 孩子和父母的情况 贤哲表示一定会解释清楚 自己的身份 这段时间就先在这里住下 转眼他就约了妈妈出来 妈妈直接就丢给他一个亿 贤哲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这些钱是他跟妈妈借的 因为在他出事之前 本想拿店铺去办理贷款 却被告知已有贷款记录 当他拿着文件再次去银行 结果半路就出了车祸 他知道家人没能力偿还贷款 所以便向妈妈借起了钱 拿到钱的他 装扮成快递员 送到了老婆的手上 当家人打开包裹 发现是一达达的现金 里面还留有一张纸条 原来他是以他老公好朋友的身份 把钱送了过去 并在上面留下了现在的手机号码 表示如果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联系他 到了晚上 女儿非常想念他 于是在社交软件给他发信息 失去爸爸对他打击很大 一到夜晚就以泪洗脸 坐在家门口的闲哲 收到了女儿发给他的感谢短信 而称呼不是爸爸 而是叔叔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静静地坐在熟悉的家门口 早上 贤者看着没有肉的早餐 表示以后早餐就让他来做吧 还说惠真既要上班 又要做家务 这样太辛苦了 这让惠真感到十分的意外 随后他让贤者吃完把餐具放一边 等他回来后再洗 贤者说 让我来洗就行 最后还感谢惠真每天做早餐 当他要去上班的时候 贤者问他吃早餐了没有 表示早上一定要吃早餐 这把惠真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到了晚上 贤者接到了那个女人的电话 然而现在的贤者并不认识他 就在这时 惠真走了进来 贤者慌慌张张地就挂了电话 惠真直接就问他 是不是外面的女人 贤者这下就更懵了 惠真让他尽快好起来 不然这样子下去 解决不了我们之间的事情 另一方面 佛伯乐开始调查 犹腻大叔的死因 从维修人员的口中得知 刹车是被人故意弄坏的 本来想以简单了结此案 却得知车主大叔已经去世 当他了解到大叔去世前 只是受了轻伤 便来到了大叔的家进行调查 刚好碰见了小花 小花见他不像是好人 赶紧跑回家关上了门 于是大东来到了大叔女儿的学校 找到了他的女儿贤秀 了明身份过后 便开始向他了解大叔的情况 希望可以查明真相 可贤秀却拜托大东 不要去找妈妈 他说妈妈现在很痛 经常不吃饭 晚上一直在哭 大东回到总部后 同事告诉他闲着复活的事情 可是他并不相信 随后调查监控时发现 的确是有人对大叔的车动了手脚 小花失去了大叔 餐馆也开不下去了 于是小花来到了便利店里打工 贤者想起了贷款的文件 匆匆地来到了修理厂 想要拿回文件 调查清楚 店铺已被贷款的情况 工作人员质问他是谁 贤者说自己是车主 对方表示车主已经去世 并且佛波勒已经开始在调查事务 这辆车已被作为物证 另一边 大东来到了监控前的便利店 没想到就是小花现在打工的地方 小花心想怎么又是这个男人 大东赶紧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并说自己在调查他老公的案件 在拷贝完录像后 小花表示有个奇怪的男人找过他 于是留下了名片给他 贤者离开修理厂之后 一直在外面游荡 才几天的时间 这一切变得太快了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楼下 却在电梯口遇到了正要出门的慧珍 就在这一瞬间 两个人的眼睛仿佛出了电 大叔利用贤者的身体 向妈妈借了一个亿 帮助老婆渡过难关 小花收到巨款后 决定打电话给所谓的匿名好友道谢 贤者收到电话非常的激动 小花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支支吾吾地搪塞了过去 然后嘱咐他要好好吃饭 不要生病 还问起了料理店和制秀的情况 听到敲门声的贤者赶紧挂了电话 原来是会争端了中药进来 他二话不说抢过去就是一口闷 慧珍懵了 说他以前从不喝中药 现在诸多方面都让他感到惊讶 贤者说只是想快点好起来 慧珍表示已经帮他向银行申请了复工 便离开了书房 贤者的妈妈找到了小黑 给了他一包大新衣 拜托他帮助贤者恢复记忆 还说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 小黑嘴上说着不用客气 可是他的手却不受控制 贤者来到了教堂向神父倾诉 最后倾诉演变成了愤怒 连神父也受不了他 就在他离开的时候 勾魂使者突然出现了 原来他一直跟在贤者的身边 灵魂换身体这件事 看来还有后续 第二天 小黑帮助妈妈把贤者带到了古庙里 只见大师一顿操作猛碌 却突然摔了个不省人事 把大伙都看懵了 贤者拿起水壶猛吸一口 接着就像花洒一样 对着大师狂喷 这一顿操作下来 就连勾魂使者都看不下去 这个女人叫孝珠 也就是以前贤者的那个女人 这天又给他打去电话 贤者觉得自己不能再躲了 于是便应约前往 刚一见面 孝珠便来了个狂热猛扑 这把贤者吓得够呛 于是赶紧把他给推开 慢慢拍的他这才明白 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孝珠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随后说贤者不能这样对他 还说他现在很危险 大叔的灵魂根本听不懂他的意思 说了拜拜就赶紧溜了 出道门外就大骂原来的贤者 家里有这么漂亮的老婆 还乱来 晚上会真给贤者送中药 他说等你恢复记忆了 一定会后悔 因为他身上穿的衣服 是惠真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贤者却从来没有穿过 当惠真离开的时候 贤者叫住了他 然后跟他说了声对不起 不该让他受到了伤害 惠真听了眼泪 差点就流了出来 随后贤者开始在网上查询 关于贷款的资料 他想要搞清楚 为什么自己会无缘无故被贷款 而原来的贤者是支行长 难道这一切是巧合吗 收了贤者妈妈好处的小黑 晚上约贤者出来搞两杯 希望可以帮助他恢复记忆 小黑把从小到大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可他不知道贤者并不是单纯的示意 贤者讲述了自己如何 附身到高富帅的身上 可小黑根本不相信他 而远处的勾魂使者 却听得一清二楚 他一脸的沮丧和愧疚 大手一伸 传达了信号请求支援 看来还有更厉害的角色登场 家里的顶梁柱没了 不仅小花要去便利店做兼职 连爸爸晚上也要去工地上班 第二天 贤者以智秀爸爸好友的名义 约了他出来 点了智秀最爱吃的鲜下披萨 通过聊天得知了爸爸和老婆 都在做兼职 贤者让智秀转告他们 不要那么辛苦 说他一定会帮助他们 大东来到了修理厂 得知有个男的在车里找资料 更加引起了他的怀疑 他在车里找到了大叔的贷款资料 可大东并不知道这些资料的用处 于是他找到了小花 这才知道了是贷款的资料 并且知道了大叔没有贷过款 却有贷款的记录 从事多年的佛波勒经验告诉他 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奇怪男人跟找资料的是同一个人 这天贵珍上班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不讲理的顾客 他冷静机智地解决了问题 新任的经理金城目睹了整个过程 对他很是欣赏 此时的贵珍还不知道他是新任的经理 上班的时候 他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男人 此人正是金城 贵珍表示非常的抱歉 金城说既然抱歉不如帮我个忙 原来是让他帮忙挑选衣服给大妈 就这样一来一往 金城看贵珍的眼神都变了 办公室里 金城发现贵珍是兼职工 他想要升他的职 而同事告诉他 贵珍的老公是银行的支行长 不像是为了钱而上班 估计不会愿意做全职 另一边 贤珍偷偷来到了自己的家中 进入房间取回他的特大妈内裤 以及他帅气的身份证 当贵珍喜欢早出来的时候 看见沐浴间乱七八糟的景象 再去衣柜一看 发现了贤珍带回来的内裤 质问这都是谁的内裤 而且还有十条那么多 贤珍慌张地说他有选择内裤的自由 抄起内裤就逃跑 留下一脸茫然的贵珍 晚上贵珍打开冰箱 发现贤珍最爱吃的菠萝 竟然没动过 他端着中药来到了书房 就在这时 他收到了小花的电话 贵珍死死地盯着他 贤珍只是说了你好 小花马上挂了电话 通过声音确定了那个奇怪的人 原来就是老公的匿名好友 贵珍问他为什么不吃菠萝 贤珍说他不爱吃 贵珍像是发现了今天的秘密 随后便说道 贵珍突然说大叔不是贤者 吓得他惊慌失措 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就是宋贤者 贵珍在一想 也许真的只是失忆罢了 这把贤者吓得够呛 另一边的大东找到了小花 发了一个视频给他看 说这是犯罪嫌疑人 让他自己注意安全 小花下班后 接到了新工作的电话 原来是参加保险公司的培训 显然他对自己没什么信心 下课后 他的推荐人来到他身边 不断地鼓励他 我行你也行 这场景对白怎么感觉那么熟悉 贤者这天也要开始上班 一到银行 不断地鞠躬打招呼 同事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副支行长老陆进来跟他打招呼 贤者谦虚有理的态度 让他感到很是意外 灵魂是大叔的 但是身体头脑却是贤者呢 书上的知识 还是对方说的工作内容 他都能够轻易听懂 刚好接到了行长打给他的电话 通知他参加金融圈行长的会谈 贤者借此机会要到了密码 过后却奇怪行长怎么会知道他的密码 贤者想要提前下班 于是问同事找谁可以申请 这把大家都搞懵了 原来以前的贤者是个严厉傲慢的人 下属工作一旦出现失误 便会毫不留情狠狠地教训 而副支行长认为他是在作秀 让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他叫小猫 表示会一直留在人间 直到大叔回到自己的家为止 随后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说会真他这么漂亮 恐怕大叔不会乖乖地回到他老婆的身边 这让小凯更加的懊恼 这天晚上 贤者发现会真没有在睡觉 于是出去客厅问他在干嘛 原来会真是在等儿子回家 经过了解 得知儿子是出去寻宝了 本该会生气大骂会真的贤者 结果却是在哈哈大笑 这让会真感到很意外 贤者让他不用太担心 男孩子都是这么长大 儿子江浩此时正在找地方借宿 他们来到了一家寺庙 大师好心收留了他们 闲着半夜起来看见躺在沙发上的会真 于是拿出被子帮他盖上 然而会真一早就醒了 他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这天会真在上班 京城特意邀请他一起吃午饭 在吃饭的时候 得知会真希望成为全职员工 而他却透露了最近新来了一位经理 自己很是期待 会真做梦都没有想到 新任的经理就是对面的京城 第二天 京城正式上任 开始在超市视察工作 当他来到会真的部门自我介绍时 这才知道他就是新任的经理 一位记者来到了大东工作的地方 然后就匆匆地离开 转眼大东把宋贤者的案件告知同事 说如果大叔真的有贷款 那他的账户一定会有记录 可是他调查过 根本就没有交易记录 而这些内容都已经被监听 碎了玻璃 然后怒气冲冲地回到办公室 表示一定会好好配合佛波勒调查清楚 因为他要帮自己讨回公道 这天行长亲自看望宋贤者 他谎称自己已经失忆 承诺行长会尽快熟悉业务 行长并没有责怪他 还派人辅助他从头学起 得知宋贤者就是拒绝自己贷款的人 于是晚上出来搞两杯 他还约了孝珠出来 想让他查一下当初同名同姓的宋贤者 过来银行贷款的时候 为什么系统会有贷款记录 孝珠直接就说这个不能查 因为这件事就是你做的 宋贤者根本就没贷过款 是你造的假 挪用了公款 所以千万不要查 不然你会出事 大叔气得咬牙切齿 就在这时会真打电话给他 说要和他商量寻找儿子的事 贤者很不耐烦地冲他大吼 孝珠说这才是你的个性 贤者问他 我们的关系有多亲密 孝珠说亲密到你挪用公款的所有事 我都一清二楚 第二天晚上 贤者收到了名叫杰西卡的女人短信 大叔狂骂宋贤者怎么这么花心 于是便回了个电话 结果过去一看 原来人家是宋贤者之前请了私教 大叔得知是这里的会员 便开始了疯狂的运动 把跑步机调到最高速 杰西卡都以为他疯了 因为他想要搞坏宋贤者的身体 他不断地撸 不断地发泄 恨不得把器材都干费 最后他还以为宋贤者有跟他打扑克 是正经姑娘 把杰西卡都给说生气了 气汹汹的就离开了 他还以为自己有多聪明 第二天一早 得知真相后的贤者 把衣柜里的衣服全扔在地上 惠珍这个时候走了进来 说他怎么不关心儿子离家出走的事情 贤者突然大声打住了他 一气之下 把发生车祸后 灵魂转移到他老公身上的经历 全部说了出来 并说他恨透了这副身体 转眼又冷静了下来 说自己需要时间整理思绪 惠珍惊呆了的同时 唯有无声的叹息 贤者一上班 就把员工召集起来 让他们匿名把对他的不满和评价 真实地写下来 而且还包括餐厅的阿姨和清洁工 大家都议论纷纷 孝珠更是大惑不解 随后他还发现了 送贤者挪用工款的余额 先是感到了震惊 然后就大为恼火 惠珍一上班 就被京城叫到办公室 他想组建一个特别工作组 所以邀请惠珍参与 难得有这么的机会 惠珍也就同意了 并当场签订了合同 京城发现惠珍没有带结婚戒指 问他结婚了怎么不带 惠珍说工作的时候不方便 京城说还是带着吧 这样他就不会误以为 惠珍是单身 到了晚上 惠珍下班的时候 发现汽车的钥匙没电 于是便计划打车回家 结果刚走到外面 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在导演的安排下 京城如期地出现在身边 他说 让我送你回家吧 刚回到家的惠珍 想要偷看贤侄的笔记本 不料 刚好碰到贤侄回家 于是赶紧放了回去 他帮忙留意一下 没想到视频里的男人 突然出现了在这里买东西 小花一眼就认出了他 于是赶紧走出便利店 小花害怕极了 一直不敢吭声 晚上回到家 小花和家人在讨论 最近发生的怪事 最后小花得出了一个结论 喊自己是老婆的那个男的 和帮助自己的那个人 应该是同一个男人 小黑向贤侄的妈妈汇报情况 他说贤侄找了好几次小花 这让妈妈认为 贤侄在外面有女人 说这个孩子怎么可以这样 贤侄发信息约小花见面 小花见到贤侄后 虽然猜到了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但还是感到很惊讶 随后问他 当初为什么穿着病服 喊自己做老婆 贤侄说自己当时在治疗中 小花误以为 他刚从精神病院出来 接着问他 为什么拿那么多钱帮助自己 贤侄谎称自己叫许东九 当年和贤侄一起买了彩票 中奖之后自己逃跑了 得知贤侄去世的消息 心里很过意不去 所以才将那笔钱还给他 贤侄又问小花 想不想老公 小花说 他们夫妻感情很好 当然会想 结果贤侄说自己也很想小花 小花听到完全懵了 叮嘱他要准时吃药 祝他早日康复 贤侄最后表示 有困难 一定记得找他 离开的路上 一辆巴士经过 贤侄本能地跑到外侧 保护小花 小花觉得 这个人真的有问题 到了神话银行的门口 刚好被小黑看见了 他们在一起 说居然还敢带到这里来 于是小黑赶紧向贤侄的妈妈汇报 说贤侄可能爱上小花了 妈妈听到差点就晕了过去 晚上她来到了小花的家 在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正想进一步说明 送贤侄的问题时 使者们突然出现了 并对妈妈施了反 导致妈妈不断地在唱歌跳舞 把小花吓得半死 赶紧回家关上了大门 另一边 同校的智秀和江浩 在学校里发生了冲突 两个人还干了起来 小花和贤侄同时收到了老师的电话 当他们赶到了学校才发现 竟然是对方 贤侄看到女儿智秀的检讨书 没有帮江浩的同时 还在为智秀说好话 恰巧被刚到的惠珍听见 而小花感到很奇怪 说她儿子叫江浩 你怎么叫许东九 这时 惠珍走了过来 随着你一句抱歉 我一句不好意思 便和谐地解决了孩子们的问题 离开学校的时候 贤侄不断地关心着智秀 还紧紧地抱住了她 贤侄和智秀竟然都哭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惠珍 真的是搞不懂 这是什么状况 回到银行的贤侄 看到了下属们对她的评价报告书 她认真地翻阅并看完 对以前的宋贤侄有了更深的了解 原来她是这么的可恶 这位司机竟然打瞌睡 而前面就有三名学生 眼看就要撞上他们了 突然小货车的后轮飞了起来 他们三人都惊呆了 原来是小凯出现救了江浩 时间都为之放慢 飞起来的水果通通都倒流回去 小凯告诉他们 哪里有住宿之后 就用顺身之术离开了 江浩问 另外两人有没有看见 他们都说看见了 江浩的头盔里装有摄像头 当她回到家查看录像时 却发现视频里没有了记录 她脸色马上突变害怕极了 这天早上 贤侄准备去上班 慧珍提出了跟她离婚 她说她受够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失忆 早就跟你提出办理手续 贤侄却说 你不应该委屈自己 早就应该离开送贤侄 然后拿着离婚协议书就出门了 慧珍又是一脸的疑惑表情 妈妈来到银行找贤侄 说她最近都坐公交车 是不是疯了 然后让她买辆坦克 不用担心再出车祸 叫她辞掉银行的工作 反正家里有矿 爸爸去世的时候 给她留下了25个小目标 贤侄的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 然后又问她是什么时候 跟小花交往的 要是让会真知道了 你该怎么收场啊 这让贤侄感到很吃惊 接着妈妈把她臭骂了一顿 说有钱的男人没一个正经的 大叔灵魂的贤侄 说她其实孩子都有了 妈妈差点又晕了过去 小黑再次向妈妈汇报情况 得知小花在保险公司上班 她决定再去会会她 很快 小花就接到了贤侄妈妈的电话 她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一项客户 高兴之急 小花和妈妈刚一见面 妈妈就问她孩子多大了 小花不明白妈妈的意思 就说了孩子再读初二 这把妈妈吓得又差点晕了过去 然后不断地向小花道歉 还说这些年辛苦你了 把小花搞得一脸懵 旁边的小凯听见也感到无奈 随后妈妈问小花想要什么 她说想做保险王 贤妹妹听见了狂喷 聊到关键点的时候 小凯再也忍不住了 马上打了个响指 妈妈又开始不受控制地在跳舞 周围的人都在拍照 小凯感到不好意思 就赶紧溜了 贤侄责怪小黑乱向妈妈汇报 而小黑说 没想到你这次换了口味 说还是喜欢她以前的那个卢美爱女孩 结果贤侄告诉她 不是姓卢 而是姓高 小黑听见后 惊讶地问她 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 连贤侄自己都感到很惊讶 这天 惠真吃饭 表示她享受和喜欢的人一起吃美食 说这一刻的她超级幸福 惠真听了若有所思 回公司的路上 京城问她和老公的关系怎么样 还说现在很多夫妻 即使关系不好 还是会一起过日子 惠真表示 婚姻不能用关系的好坏来代苦 京城表示自己也离过婚 因为当初在一起 并不是因为爱情 贤侄的爸爸在工地里上班 一不小心踩到了铁馆 就在她快要掉下去的时候 小凯他们出手相助 先将时间进行定格 然后把爸爸救了回来 小花查询贤侄的保险资料 发现她领取过车险金 而事故的日期 竟然是跟老公出车祸事同一天 她惊呆了 感觉一切都太巧合了 孝珠收到了神秘人发来的短信 说佛波勒和小花正在追查贷款的事 而贤侄也开始调查贷款的问题 孝珠赶紧来办公室找她 让她别再查贷款的事 说佛波勒已经在调查 你再这样下去 未身败名裂 贤侄问她是怎么知道佛波勒在调查 孝珠不知该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 下属小和拿着资料走了进来 贤侄让小和帮忙查询 大叔被贷款的记录 结果发现贷款已还清 时间点竟然是在车祸住院的时候 而发放贷款的负责人叫吴胜俊 是在其他的支行获批 当他打电话过去找吴胜俊时 发现对方休假已有六个月 第二天 行长带了两名补课老师给贤侄 表示明晚约了李会长搞两杯 庆祝他出院的同时 再谈一谈他们的事情 贤侄谦逊的态度 行长也是感到很奇怪 就在行长离开的时候 复支行长老陆注意到了孝珠的异样 大东和小花正在探讨案件一点 小花发现贤侄并不是叫许东九 而是跟自己的老公同名同行 并从大东的口中得知 老公因为贷款的问题 有跟他发生过冲突 小花却说他是我老公的好朋友 这就把大东搞懵了 旁边的小凯也是一脸的无奈 小花在大东的桌子上 留了一份保险计划书 于是回了个电话给小花 并约好了到贤侄的神话银行见面 小花刚到银行 小黑就看见了他 以为他是过来纠缠贤侄 于是劝他赶紧离开 小花却发现他的胸牌叫许东九 刚好贤侄出来看见了他们 而大东也刚好来到 三个人就奇奇怪怪地坐了下来 小花努力地向大东介绍保险 大东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认真 随后大东问贤侄 上次为什么不说你和大叔是朋友 他沉默了两久 接着说他的那笔贷款已经结清 不用再追究了 大东感到非常奇怪 贤侄说他会调查清楚 下班的时候 老陆告诉贤侄 说他每个月都会召开全体会议 而且会录像留存 建议他去看看录像 也许会帮助恢复记忆 于是大叔便开始查看录像 录像中的宋贤侄 工作认真且严厉 看着看着 脑海里又出现了宋贤侄的记忆画面 画面里的宋贤侄 让大叔不要侮辱他 接着他掏出了两个人的身份证 心里在想 这不是我的记忆 突然间觉得很可怕 连身份证都拿不稳 难道宋贤侄的灵魂要回来了吗 就在这时 小花给他打来电话 问他要身份证号码 帮他做份计划书 他却爆出了大叔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小花大吃一惊 问他到底是谁 吓得大叔赶紧挂了电话 小花不得不再次怀疑他的身份 贤侄让孝珠来到了办公室 随后 问他除了大叔的贷款作假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反对他调查的孝珠 选择了隐瞒 贤侄说我是一个很在乎名誉的人 难道就为了那两个亿 做那么危险的事吗 孝珠没有回答 随后又说 就算我找回了记忆 你也无所谓的是吧 孝珠肯定的说是的 接着就让他离开办公室 贤侄的神情马上变回了大叔 原来他是在学习宋贤侄的言行举止 希望可以调查出挪用公款的真相 随后小黑进来说 要送他去见行长 贤侄却跟他说 大叔和宋贤侄这两个人 都是被冤枉的 小黑说他又在发神经 当贤侄来到了行长的饭局 见到了李会长他们 脑海里又闪现出宋贤侄以前的记忆 随后在他们的聊天中得知 原来当初宋贤侄违规 帮李会长解决了资金的问题 而作为回报 李会长答应引荐正善与议员给他认识 大叔这才明白 原来的宋贤侄是一个很有野心的男人 晚上 京城送贵珍回家 在车里试探性地向他表白 贵珍果断地拒绝了他 于是便下了车 车里的京城显然没有那么容易放弃 贵珍走着走着 发现了贤侄坐在花园里 他问他在这里干嘛 贤侄可怜兮兮地跟他说 你帮一帮我吧 另一边 孝珠正在跟神秘人联络 说如果宋贤侄找回记忆 那我们就完蛋了 孝珠还表示想辞职出国躲一躲 而对方表示 还不是时候 让他先把大东干掉 贤侄跟贵珍说 想要找回记忆 希望贵珍可以帮助他 贵珍说贤侄变了很多 问他是不是对孩子没有感情了 在学校的时候 为什么紧张别人的女儿 而不关心儿子江浩 贤侄说 智秀刚没了爸爸 觉得他可怜 所以才那样 随后贤侄问他 是不是真的想跟他离婚 贵珍点了点头 说贤侄并不爱自己 然后就回家了 这一切却被金城看在眼里 到家后 贵珍给贤侄送来了中药 再一次问他 怎么不吃菠萝 于是贤侄开始接受吃了起来 贵珍让他不要着急 我们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找回记忆的 他不断地给信心贤侄 贵珍递给贤侄一张CD 显然贵珍的心里 还是有贤侄的 贵珍想要找江浩谈谈心 结果发现江浩又离家出走了 原来江浩和同学们 来到了见到小凯的现场 想再次确认一下 是不是幻觉 贵珍告诉贤侄 儿子又离家出走了 他一顿 就因为江浩读书的成绩不好 而女儿美浩一直都是拿第一 就战略性差别地对待他们 导致他这么叛逆的正视你 说他能不能不要那么大男人主义 贤侄然孩子被我伤害了 那就让我去把他暖回来 贵珍感到意外的同时 说自己太激动了 忘记了你还在失忆中 并对他说了声抱歉 贤侄说没关系的 然后问他江浩都喜欢吃什么 而贵珍却说 贤侄变了很多 完全就不是同一个人 女儿美浩刚好出来了客厅喝水 由于联系不到江浩 于是贤侄打电话给质秀 拜托他帮忙联系江浩 说让他尽快回家 江浩刚听完质秀的电话 就收到贤侄发给他的信息 江浩说他爸爸变得好奇怪 此时的贤侄正在熟练做着美食 那刀工起码有三七二十一年 贵珍出来刚好看见 一脸的不可思议 江浩刚一回到家 贵珍就抓住他教训 贤侄冲了过去护住儿子 江浩对爸爸的行为满脸的疑惑 随后狼吞虎咽的 吃起了贤侄做的美食 江浩不敢相信 这是爸爸做的 贵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看见他们有说有笑 不敢相信 紧紧地牵住了他的手 随后对他相视一笑 嗖的一声 就消失了 质秀四处查看 却没发现人 无法理解地看了看自己的手 晚上吃饭的时候 爸爸告诉小花 他在工地被救的经过 而质秀也说了刚才的事情 小花感到很奇怪 质秀说 可能是爸爸在保护我们 小花说宋贤哲和老公 不单指名字和出生日期一样 而且还是同一天出了交通事故 大东这天在加班 捡资料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了窃听器 把他吓得一激烈 于是通宵查看了监控 喝了两吨的咖啡 终于发现了可疑的人员 经过调查 对方竟然是个假记者 大东深夜下班走在路上 贤哲约见了一位资深的企业家 对方跟神话银行交易了二十多年 他曾被之前的宋贤哲 拒绝了贷款申请 这次约见的目的 主要是想深入了解具体情况 另一边 老陆正在跟银行的高层见面 对方表示 可以炒掉宋贤哲 让老陆做支行长 老陆却表示 宋贤哲变了很多 当老陆回到银行 听说了贤哲面见企业家的消息 说他肯定能东山再起 决定要批放这笔贷款 老陆对他直接刮目相看 小花约好了 跟贤哲签保险合同 却发现了他家里的那盘花 小花开始追问贤哲的血型是什么 跟妻子第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 谈了多久的恋爱 你知道江浩的视力情况吗 贤哲被问得哑口无声 小花又说 你对我家里的事情无所不知 为什么你自己的事情 反而回答不上来 贤哲说 如果我说实话 你敢保证不会被吓到吗 小花说不敢 让他不要说 然后说贤哲现在精神 还不是完全清醒 说这是交通事故的后遗症 贤哲好奇是谁告诉他的 小花说他们在投保前 都会先调查清楚 所以他去了一趟医院 贤哲赶紧说 咱们签约吧 可是填写身份证号码的时候 却迟迟写不出来 小花慌张地离开办公室 他开始怀疑 宋贤哲就是他老公 可嘴里又说 肯定不是的 这位大叔的灵魂 跑到了宋贤哲的身上 而他正在接受新闻采访 面对一个个关于金融的提问 他的脑袋一片空白 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贤哲想起了小黑 问他为什么不拒绝采访 他说他以后可能会变成宋贤哲 但这段时间 他不做大叔 也不做宋贤哲 要作为一个全新的我而活着 大量的知识储备 令到他可以专业流畅地回答 主持人的提问 采访结束后 小黑开车载着贤哲来到了工地 看见了爸爸在受苦 贤哲想想好像也是 晚上回到家里的花园 刚好女儿美浩补习回来 于是两个人聊了起来 他问美浩的梦想是什么 美浩一开始说不知道 然后又说 贤问他是想起什么了吗 贤哲却摇了摇头 然后问贵珍是否希望 他变回以前的样子 贵珍看着他却没有回答 小花看见了贤哲的新闻报道 发现了他和大叔 一模一样的习惯动作 感到非常的 贵珍问他想起了什么 他说想起了你把手机号码 写在我的手心里 随后来到了他们 曾经都来过的餐馆 而大叔是跟小花而来 贵珍还以为贤哲想起了他们的记忆 一问之下发现并不是 贵珍生气地问他 是不是当时就已经有女人了 贤哲马上坚决地否认 后面吃饭的时候 贤哲一直在看贵珍 贵珍问他干嘛 老是看我 贤哲说因为你漂亮 贵珍认为他又开始发神经了 到了晚上 他们买了很多食材回家 贵珍很好奇 他竟然会做料理 儿子却说死而复生的人 往往会有超能力 随后贤哲邀请贵珍一起做 贵珍爽快地答应了 还说他像个厨师长一样 贤哲的表情透露出 这也被你说中 贵珍 可是贵珍不懂他的意思 被贵珍发现他偷瞄自己之后 赶紧躺进了被窝 贵珍说他从不会侧着睡 贤哲赶紧转换成平躺 自己说出了心里话 他们在这个晚上 第一次打开了心扉 聊了很多关于过去的往事 有关于第一次接吻 也有关于他们第一次看的电影 贤哲问他 你是宋贤哲的初恋吗 贵珍说 我只知道宋贤哲是我的初恋 之后他们一直看着对方 两个人什么都没说 却好像又说了很多 小花想起了贵珍复活当天的新闻报道 他赶紧拿手机查阅有关的信息 却发现很多报道已经被删除 于是他马上赶到了医院 想证实一下他的猜测 本来医生们就已经被媒体弄得烦死了 听见小花这么一问 生气地把他打了出去 小花问爸爸相不相信奇迹 他说相信 因为他在工地被救了 还特意点了他最爱吃的海鲜面 吃到一半的时候 小花让他有什么话就先再说吧 把贵珍吓了一跳 不过他还是忍了下来 大叔打开一看 竟然是今年生日时 小花送给他的衣服 小花不断地观察着他 贤哲的表情已经不受控制 最后小花说 爸爸想当面感谢他 邀请他到家做客 贤哲爽快地答应了 小黑看见他们走了出来 马上给贤哲的妈妈打电话进行汇报 由于三番两次地在小花面前跳舞 妈妈已经不好意思 再见他 让小黑一定要跟紧他们 这天贤哲正在上班 当他查询账户的余额时 转眼间 贤哲来到了小花的家 给爸爸带去了三千万 前提条件是 爸爸不能去工地上班 爸爸说我不干活不自在 贤哲说他要 立马说自己饿了 能吃到小花做的饭菜 大叔非常的满足 最后还来了一张大合照 惠真上班时 开始会想念贤哲 于是发信息问他 晚上是否要一起吃晚餐 回复 于是便开始收拾整理书房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盒子 他拿出了一本笔记本 由于贤哲在内部帮助小花推销保险 所以被人举报到银行的总部 同事们进行了讨论分析 认为是我们自己支行的人举报的 这时候的贤哲 正式不干 支行的业绩排名不断地往下掉 一个支行长竟然在上班时间 为同事们下厨 当他很有仪式感地摆好菜品后 他冲出来叫大家赶紧吃饭 却发现大家神色不对 走过去往电脑屏幕一看 显示的是支行的人事变动通知书 看来是要玩毒则 贤哲还是勉强地露出笑容 催促大家吃饭 然后沉重地走回办公室 大家坐在美食前一动不动 在小黑的催促下才开动 同事们吃饭的时候为贤哲打抱不平 小黑这才知道了小花并不是贤哲外面的女人 大叔在办公室里播放了贤哲最爱听的歌曲 闭上眼睛就在那里享受 等到同事们进餐完毕后 整个支行的人都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就好像大师兄回来了的那种感觉 他迈着帅气的步伐 像是去参加颁奖典礼 连小黑都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转眼间 他来到了行长的办公室 请求他再给一个月的时间自己 保证一定会重新夺回支行业绩第一名的位置 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送贤哲 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贤哲前脚刚走 笑珠就找到了行长 他表示想要辞职 可行长并不允许 还让他继续监视贤哲 妈妈亲自到公司约小花见面 小花先问妈妈 贤哲是不是在葬礼的那天气死归生 妈妈直言的确是的 小花紧张地说不出话 妈妈说他不敢相信贤哲会跟你一起那么多年 小花说您误会了 自己跟贤哲并不是那种关系 然后说好像是我老公代替您儿子死了 妈妈想追问这是什么情况 小花却匆忙地离开餐厅 出到餐厅门口的时候 刚好遇见了惠珍 她急急忙忙地上了出租车 当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 小猫借口有事让小花先下车 另一边的贤哲刚好也在打车 停在他面前的出租车司机正是小猫 小花走着走着就看到了对面而来的贤哲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猫特意安排的 小花的毛巾被龙卷风吹掉了 贤哲绅士地捡了起来 温柔地将毛巾捆在小花的脖子上 小花激动地问她 为什么当初跟她说是她老公 还知道质秀眼睛有散光 还对爸爸说你是她的儿子 大叔说 假如最开始的时候 你们要是能相信我 事情就不会变得这么复杂了 大叔眼含泪水地跟她说 她不是小花的老公 也不是质秀的爸爸 而是另一个宋贤者 小花听见了全身颤抖 伤心欲绝地转身离开了 大叔也流下了矛盾的眼泪 两个人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 小凯感觉烦死了 抱怨小猫过来后一点忙都帮不上 小花本想坐公交车回去 结果公交车被小凯控制了直接开走 然后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小花的面前 而司机正是小凯 她一脸的愧疚 知道小花的心情很难过 于是便放歌给小花听 没想到换来换去的都是伤心的情歌 终于还是爆发了 在车上放声哭泣 看小凯的表情就知道哭得有多痛心 然后把大叔的身份证扔到了河里 小花整个人没有了生气 集中不了精神工作 她的推荐人带她出去开辟客户 顺便帮她打扮打扮自己 他们来到了一家服装店 小花是穿了漂亮的鞋子和裙子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当买单的时候 导购员说裙子的价格是158万 她赶紧查看吊牌的价格 原来是她看错了 误以为是15万8 于是匆匆的离开 推荐人说今天不是说好随便消费的吗 那么的喜欢怎么不买 小花表示她最后悔的事 就是大叔还在的时候 一次都没有买过超过20万的衣服 没穿过羽绒服 只穿过棉服 她总是说等赚到钱了 给我买衣服买首饰 可没想到她会那么早离开我 她的推荐人心疼地抱着她 晚上 小花回到家门口 发现了白天是穿着衣服和鞋子 吓得她赶紧跑回了家 勾魂使者们瞬间现身 原来这是小猫的好命 但小凯说小花是一个正直的女人 是不会拿走衣服和鞋子的 过了一会 小花便出来把他们搬回了家 小凯被啪啪地打脸了 回到家中的小花把那天的合照删除了 结果女儿把那张照片印在了T恤上 激动 小花说贤哲不是你的爸爸 你的爸爸已经死了 慧珍发信息给贤哲 问他在干嘛 贤哲说在工作 你呢 慧珍说我也在工作 贤哲问他吃饭了吗 慧珍说吃过了 问他什么时候回家 贤哲说不会太晚的 慧珍开始对贤哲上心 大东找人拼出弄坏大叔汽车的嫌疑人肖笑 并调取了大叔和宋贤哲的通话记录 结果婆婆一看是他的号码 吓得他赶紧关机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被追杀 于是慧珍又打给了小黑 他问小黑认不认识一个叫宋志秀的孩子 小黑故意装作不认识 慧珍便挂了电话 转眼小黑就来到了办公室 小黑对贤哲骂了一顿 让他对慧珍好一点 如果不爱了 就痛痛快快地离婚放他走 贤哲听完没有说话 接着把抽屉里的离婚协议书 拿了出来看了看 孝珠升职成为了副职行长 随后他让小黑把他的物品搬到办公室 结果小黑遗漏了金库的钥匙 贤哲召开临时会议 一开始就先给大家进行道歉 表示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业绩做上去 于是大家都积极地提出建议 可孝珠却处处针对贤哲 说他是职行长 应该出谋划策 而不是让大家去帮你 于是他拨打贤哲的手机 而手机在道上大哥的手上 便得知贤哲进了医院 此时的惠珍在家里查看贤哲的盒子 突然收到了小黑的电话 得知贤哲进了医院 于是马上赶过去 小黑先是赶到了医院 随后就是惠珍 惠珍怪则自己忘记告诉他对泥猴逃过敏 小花转身就想跑 惠珍突然把他叫住 先是跟他打了声招呼 然后问他来这里是干什么 小花的眼睛看向了大叔 这把大叔紧张得要死 随后小花谎称有朋友在住院 所以过来看望朋友 惠珍追问他为什么不进去 还转身要走 小花说记错楼了 于是赶紧离开 小黑赶紧拖着贤哲上车 小花停住了脚步看向贤哲 贤哲上车前也回头看向他 而车里的惠珍明显也知道他在干嘛 惠珍追问他这都是什么 贤哲谎称是大叔拜托他保管的 惠珍又问他 刚才遇见小花是碰巧的对吧 贤哲迟缓地说是的 惠珍表示相信他 还说无论贤哲对他说什么 他都信任贤哲 然后就出了书房 贤哲这才松了一口气 到了半夜 小花收到了贤哲发给他的语音信息 贤哲留言说了声对不起 小花听完后愤怒地说 怎么会有这种人 他感觉真的要崩溃了 第二天 贤哲上班的时候 想起了他之前把一本笔记本放在抽屉里 于是把抽屉的锁砸掉 接着打开笔记本一看 里面果然记录着重要的资料 里面记录着送贤哲带人接物的技巧和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社交秘籍 第二天 惠珍来银行找贤哲 却看到了孝珠 就在他离开的时候 惠珍叫住了他 说孝珠上次寄的花和书 他都收到了 让他以后不要再失误 祝福应该送到当事人的手上 孝珠说他现在已经对贤哲不感兴趣 而惠珍告诉他 如果哪天你运气好 能够结婚了 你也会收到同样的书和花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是什么样的心情 随后便遇到了小黑 他问小黑贤哲在不在办公室 可小黑表示贤哲为了业绩 最近忙到午饭都不吃 惠珍为了不打扰贤哲 于是便跟小黑吃午饭 聊天中得知贤哲受到了处分 小黑说贤哲变得很奇怪 竟然在银行里给大家做吃的 惠珍说他在家里也是从不下厨 但现在的刀工很厉害 小黑越说越起劲 说贤哲的变化太大了 可到了关键时刻又停了下来 因为他自己都不确定 惠珍让小黑多多照顾他 孝珠在电脑前查询余额 结果发现只有13个小目标 他冷笑了一下 便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跟对方说转账的金额 跟当初说好的出入太大了 还说他有金行长的把柄 即使被发现了 他也有让自己全身而退的办法 晚上 大叔拿出了社交秘籍 认真地学习带人接物的技巧和方法 另一边的小黑正在搞两杯 他回忆起了贤哲刚复活跟他说的话 于是打电话让贤哲出来 他想要确认贤哲现在的真实身份 刚挂电话的贤哲正要出门 贤哲以为他这么晚还出去跑业务 贤哲表示是去见小黑 贤哲说他知道贤哲最近为了业绩在努力 并说他上班的超市 正在寻找可以进行金融宣传的企业 问他要不要向超市提交提案书 贤哲说谢谢他 贤哲也跟他说了声谢谢 因为贤哲终于能够让他帮忙 大叔见到小黑后 小黑含泪问大叔是不是清语高中的宋贤哲 大叔说不是 然后说他是西光工业高中的宋贤哲 小黑问大叔 那我的朋友宋贤哲呢 他是死了吗 大叔承认自己是料理店的宋贤哲 而直行长的宋贤哲已经死亡 他只是借用了直行长宋贤哲的身体 小黑难过地放声哭泣 说他好想宋贤哲 回家后 当大叔一觉醒来时 发现了贵真就躺在他的身边 贵真温柔地摸了摸大叔的脸说 你很累吧 大叔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然后他抚摸着贵真的秀法 道上大哥搬了几箱好东西过来银行 并让小黑带他去见贤哲 贤哲还在办公室学习社交秘籍 当他看到道上大哥过来 赶紧冲了过去打招呼 还热情地拥抱了起来 把小黑都看懵了 原来好东西就是马内 副支行长老陆健壮 赶紧让大家把全部点钞机都拿过来 一轮下来 点钞机都搞坏了999台 大东找到小花辨认嫌疑人的画像 小花认为不像 于是大东让他进行修改 小花建议大东调查董的修车的人员 大东告诉小花 大叔生前跟宋贤哲根本没有通过电话 说他们不是朋友吗 第二天 大东来到银行找贤哲 却发现小黑的名字叫许东九 于是问他认不认识照片中的大叔 还说他是宋贤哲的朋友 小黑说他跟贤哲初中就认识 他的朋友我基本上都知道 而照片上的大叔还真不认识 大东告诉他 大叔已经死了 而且是跟宋贤哲同名同姓 连出生日期都一样 现在怀疑他是被谋杀的 就在这时 小花也出现在银行 大东告诉小黑 那是已故大叔的妻子小花 然后大东就过去跟小花打招呼 结果把小黑吓了一大跳 大东跟小花说 贤哲现在已经卷入了他老公的案件 小花问小黑 知不知道贤哲他们买彩票中奖的事 小黑说贤哲是那种绝对不会买彩票的人 随后小黑问小花跟贤哲是不是那种关系 小花果断地说不是 然后说着就要离开 大东问他这次为什么过来银行 他说贤哲因为我而难堪了 所以过来向他道歉 大东问他是什么原因 小花说了一半就打住了 然后就匆匆离开 这天道上大哥给贤哲打电话 说他跟好哥们说了贤哲的事情 他的好兄弟决定在贤哲那里存点马妹 让贤哲明天去他的办公室 还让他一定要开车去 并且要把后备箱都拆掉 不不 是清空才对 贤哲在电话的那头不断地感谢 另一边 大东拿到了大叔被贷款的记录 发现了提前结清的日期是3月20号 而大叔是在19号死亡 一个死人怎么可能还贷款呢 大东还拿到了送贤哲的银行账户的资料 在离开的时候 大东突然被人用凶器顶住后背 随后被带到了小巷 就在歹徒动手的瞬间 大东抓住机会反打了起来 结果还是被捅了一刀 歹徒见识不妙 于是赶紧逃跑 第二天 刚回到警局的大东 突然发现他的伤口竟然完全愈合了 还收到了歹徒的藏身地点 随后迅速赶往现场 一进屋便发现歹徒已经倒在了地上 小花努力地进行陌生拜访 就算被保安赶出去了 她也面带笑容 诚恳地向对方说抱歉 因为她的目标是要成为保险王 这天 小花坐在小树林里 她回忆起了她和大叔在餐馆里留下了爱的诺言 她拿出了大叔的手机 然后用自己的手机拨打给大叔 当她接通后 诉说着自己的相思之苦 还说今天是智秀的生日 说大叔每年都要跟智秀拍照 小花还说总感觉大叔还活着 就这样坐着一直哭泣 也许只有真的很爱很爱很爱过的人 才会明白这种心如刀绞的感受 见过勾魂使者的江浩 在网上看到了有关小凯的帖子 他们决定要去现场看一看 到了晚上 智秀来到了被救的台阶 她想着再一次摔倒 看看小凯会不会再出现 结果就在摔的一瞬间 果然有人出现了 只不过出现的是江浩 智秀问她怎么会在这里 了解后才得知 原来网上的帖子是智秀发的 智秀说你们是不会相信的 没想到他们三人一口同声地说会相信 这把智秀就搞懵了 江浩和智秀他们五个人 来到了遇见小凯的事发地 他们在这里为智秀庆祝生日 欢乐过后 他们躺在地上看星星 突然他们像是发现了外星人一样 原来是小凯在天空里 为智秀送来了生日祝福 慧珍正在为美浩整理书桌 无意中发现了女儿的成绩一落千丈 第二天 当慧珍来到学校时 老师说怎么打她的电话都不通 经过了大家的确认 这才知道美浩在学校 故意留了错的手机号码给老师 因为慧珍的推荐 贤者来到了京城的办公室谈合作 而京城见到贤者后 感到非常的意外 因为他事前并不知道 慧珍介绍的是他的老公 和京城谈完工作后 贤者找慧珍吃午餐 他见慧珍闷闷不乐 问他怎么了 慧珍说美浩最近的成绩都是假的 甚至作业都是抄的 贤者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慧珍说因为他一定要拿第一 这样才会得到爸爸的表扬 贤者说让他跟美浩好好谈谈 随后心疼地摸着慧珍的手 让他好好吃饭 别饿着了 慧珍此刻的心情你懂的 贤者晚上找到了美浩 他说美浩其实可以不拿第一名 说房子也要有顶才会温暖 而第一名上面什么都没有 太冷清了 而且比起在学习上拿第一名 吃好 爱笑或者爱调皮 在这些方面拿第一名的人才更幸福 这时候的美浩早已哭成了泪人 贤者紧紧地抱住他 说他只要我家的美浩幸福就足够了 不需要拿什么第一名 晚上睡觉的时候 慧珍对贤者说谢谢 谢谢他没有离开他和孩子们 留在了他们的身边 重新活了过来 给他们带来的奇迹 贤者没有说话 只是一直看着慧珍 第二天 小花收到了大东的电话 说他认为大叔的死亡跟宋贤者有关 另一边 贤者正在出门上班 想起了跟金行长的通话录音 原来当初出车祸之前 宋贤者拒绝了金行长要求给五星集团的贷款 并且特意将通话录了音 所以才让慧珍马上将手机拿下来给他 接着就是大东靠贤者的这一幕 小黑在这慧珍赶往警局 慧珍很是担心 大东问贤者认不认识张机哲 也就是破坏大叔车辆的那个人 贤者说不认识 然后大东拿出了相关的物证 说张机哲在13号的晚上被杀了 而现场找到了他的领带家 问他怎么解释 贤者反问大东 对方为什么要破坏大叔的车辆导致车祸 大东听了有点火 说他登踪调查了张机哲那么久 好不容易找到他了 结果却被杀了 贤者开始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大叔根本没有贷款 却有了贷款合同 贤者觉得不对劲 所以做了些调查 却发现大叔去世的第二天 已经结清了贷款 死了的人怎么可能还款了 更奇怪的是 批准贷款的银行职员 是半年前停职的员工 因为停职的人仍然是公司的员工 所以被人盗用其名义 捏造了贷款合同 而当时刚好大叔过去银行申请贷款 背后的人怕事情败露 于是为了争取时间 故意弄坏了大叔的车 大东问是谁干的 贤者说他也在调查中 还说可能是那个人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把领带家留在了现场 大东对贤者说的话半信半疑 说张鸡者被杀的时候 把对方的领带家抓了下来 贤者表示那个时间点 他根本就没有带领带 随后小黑证实了贤者的说法 因为那天他们两个在搞两杯 慧珍和小黑正在等待贤者出来 结果小花赶到了警局 急忙地问小黑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把慧珍又搞懵了 小花拼命地问大东在哪里 还说贤者是不会干那种事的人 他的表现非常的紧张贤者 慧珍感到非常的奇怪 还发现了小花因为慌忙中穿错的拖鞋 他对这个人更加的怀疑 当大东和贤者走出来的时候 小花把大东臭骂了一顿 说他怎么可以乱抓无辜的人 大东警告他不要乱说话 可小花根本不怕 这让慧珍更加有想法 小花还怪贤者没做坏事 为什么还要跟大东来警局 说他这个德性跟他老公一模一样 慧珍再也忍不下去了 问小花是什么意思 说他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呢 问他为什么这么激动 让他给个合理的解释 小花想找借口掩饰 慧珍说该生气的是我 该理论的也是我 说小花这么做 真让人无法理解 问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小黑听了也看不下去了 离开警局后 小黑让大叔跟慧珍坦白一切 贤者表示不知如何是好 小黑让他回到小花的家 贤者说那慧珍怎么办 让他接受丈夫去世的事实吗 跟江浩和美浩说 他们的爸爸不在了是吗 小黑接着问他原来的家庭怎么办 还有你的老父亲怎么办 还说今天小花的表现 他明显就知道贤者是大叔 不然不会这么激动 贤者表示小花知道 但他否认了身份 小黑问他为什么 贤者表示还有贷款的事情 没有弄清楚 等弄清楚了就回去 转眼间 慧珍找到了贤者 把他要的手机拿给他之后 想让他把小花的问题解释清楚 可贤者表示现在还不是时候 孝珠正在质问对方为什么要杀人 就在这个时候 贤者走了进来 问他是否认识吴胜俊 孝珠说他认识 贤者表示这个人 在停职期间批准了大叔的贷款 孝珠表示停职的职员档案 会转移到人事科 按理来说不可能发生这种事 贤者表示不仅如此 就连抵消处理也是在大叔去世后做的 还说吴胜俊害怕被人发现 所以故意把大叔的车弄坏 然后还把弄坏车的人给杀了 接着说有人把他的领带夹 放在了事故现场 孝珠紧张地问贤者 是不是恢复了所有记忆 贤者表示很可惜 有关领带夹的事情想不起来 然后问孝珠是否知道 关于领带夹的事情 孝珠表示不知道 随后贤者表示跟孝珠打赌 看谁先找回领带夹的记忆 然后就离开了 孝珠开始不淡定了 接着他回忆了起来 原来当初贤者在他家遗漏了领带夹 这天 贤者找到了张春 此人是贤者同期进入银行的同事 可他却是个千年老二 一直被贤者压制着 后来被调到了人事部当部长 贤者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查看停职员工的名单 张春了解原因之后 爽快地把名单给了贤者 他还告诉贤者说他在坏账名单里 发现了五星会长李顺武也在列 还说那个贷款是贤者发放的 贤者找到了金行长 没想到金行长先怪责贤者 说他那么大意给五星集团盖章 而贤者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金行长告诉他就是上次见面的那个李会长 一共批了三千万给他 还表示他会努力想办法 大事可以话小 但完全没事就不可能了 没想到的是 贤者说他清楚地告诉过金行长 他是不会批准那批贷款的 金行长听了恼羞成怒 问他有证据证明他说过这种话吗 贤者开始明白金行长是自己的敌人 孝珠在上班的时候 假装头晕不舒服 同事们护送他出去打车回家 而小黑在收拾他办公室的时候 又发现了遗漏在椅子上的金库钥匙 还说他每次都不注意 孝珠上了出租车后 露出了诡异的表情 贤者从报纸上看到了五星集团的李会长 被检察院进行传唤 他开始调查休假人员的名单 希望可以从中找到线索 就在这时 他收到了孝珠的休假的消息 他觉得突然休假肯定有问题 贤者拿手机去维修店修复 希望把录音调取出来 可是对方表示损坏严重修复不了 他坐在花园里分析问题 刚好遇到了儿子江浩 江浩问他是不是智秀爸爸的朋友 然后又说他和智秀庆祝生日的时候 见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 贤者听到智秀的生日 于是匆匆忙的就离开了 原来是他忘记了智秀的生日 所以赶紧过来补偿他 他很认真的跟智秀道歉 智秀说没关系 他说爸爸送了一份神奇的礼物给他 也就是小凯编出来的生日祝福 智秀表示他很想爸爸 他说自己现在才15岁 最少还要想念爸爸50年 还说他感觉爸爸还活着 听到女儿这样说 大叔不断地在掩饰自己的眼泪 拥有两个灵魂的大叔 再次经过了教堂 他来到了牧师的面前 大叔说自己已有家庭 但是突然间又有了另一个家庭 他想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庭 但是太难了 神父说幸好是你这个男人 替贤哲把他的家庭变得如此美好 真的是万幸 不过你得回去才行 回到你原来所在的地方 再执着下去 只会给宋贤哲的家人 带来更大的伤痛 得把这一切还原到原来的样子 神父继续问他 是因为你拥有了宋贤哲的记忆 而感到混乱吗 还是说你已经爱上了宋贤哲的妻子 大叔说如果是那样的话 还能得到原谅吗 小凯和小猫也来到了教堂 他们看着大叔离开 对发生的这一切也感到很无奈 贵真通过贤妹妹了解到 小花曾经跟婆婆说过 自己的老公替送贤哲之行长死了 这把贵真给震惊到了 到了晚上 贵真问大叔和小花是什么关系 并列举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让他不要说谎 贤哲思考了片刻 然后把签好的离婚协议书拿了出来 贵真看了看上面的签字 眼泪瞬间就跑了出来 此时的小花突然收到了大叔的短信 说小花很快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小花感到很吃惊 于是回播了过去 可是没有人接听 于是他拿出了送贤哲的号码出来进行对比 竟然是一模一样的号码 大叔的爸爸回到家后 小花把真相告诉了爸爸 而爸爸认为小花只是太想念大叔 小花把大叔复活后的经历说了出来 爸爸也回想起贤哲曾经找过自己 说出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情 小花不断地罗列出他的根据 爸爸开始动摇了 很快 大叔便收到了爸爸的电话 马上赶到了爸爸约见的地方 爸爸特意点了大叔最爱吃的炸酱面 大叔让服务员给爸爸拿木筷子 爸爸沉重地低下了头 问他怎么知道自己只用木筷子 然后问他喜欢吃炸酱面吗 大叔说很喜欢 爸爸说他跟自己的儿子一模一样 还特意帮大叔办炸酱面 大叔看着爸爸心里很是难受 爸爸表示我们好好吃面吧 今晚什么都不用说 惠珍看着离婚协议书 他想不明白贤者怎么会变得这么快 第二天 惠珍打电话约小花见面 小花答应了他 女人之间见面不用说太多 有多漂亮就打扮得多漂亮 化妆不行就乔装 终于到了仇人见面的那天 惠珍说我们早就应该见面的 现在感觉有点晚了 小花开口直接就说 请你把宋贤哲还给我 惠珍没想到开局就放大招 小花又继续说 那个人不是你老公 而是我的老公 请你把他还给我 惠珍说小花这是无理且没常识的行为 小花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只想找回我的老公 惠珍还是不明白他凭什么说是他的老公 小花便开始解释大叔复活的经过 说他们两个人名字一样 出生日期也一样 就连出交通事故也是同一天 你的老公遭遇的事故很严重 而我的老公伤势并不重 原本应该是你的老公去世 但我的老公却突然没了 惠珍问小花 你是不是想说你老公的灵魂 附在我老公的身上了 小花说就是这样 惠珍说我对你丈夫的去世感到很遗憾 但如果因为失去丈夫的悲痛和绝望 而搅乱别人的家庭和丈夫 这是在侮辱你去世的丈夫 让小花说话像样一点 小花激动地说 不像话的事情偏偏就是发生了 所以她都快要疯掉 惠珍说她一个人疯掉就好了 这个理由并不能成立 小花说大叔复活之后 第一时间就去找她 并且说是她的老公 还说自己的身体被火化了回不去 惠珍打断了小花 说当时她的老公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下 那时候的她所说的一切 毫无可信动 希望小花可以明白 小花再次打断惠珍 说大叔昨天晚上给自己的手机发了短信 随后便把短信拿出来给惠珍看 珍说大叔想起了他们出狱的情景 最后惠珍警告小花 因为大家同样是女人 有的时候需要理解 但是 她要是在说那种话 并且在出现在贤折的周围 惠珍绝不容忍 说完之后 惠珍拿起包包就离开 第一回合结束 貌似会真有点优势 大叔收到了小花的电话 大叔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还清楚地说出了爸爸的病史 小花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医生让儿子签字的时候 大叔抢了过去签名 小花需要回家拿换洗的衣服 于是便拜托大叔照看爸爸 大叔收到了副支行长老陆的电话 他告诉对方说爸爸病倒了 拜托他先看好银行 当爸爸醒了之后 大叔抱怨爸爸总是不听医生的话 说他老是去工地干活 才会导致身体这样 还让他少喝点酒 爸爸没说话 就看着他 贤折说他是大叔 并说让他再等等 说他现在还有事要解决 辛苦度日 小花只能强人眼泪 面对老公的灵魂别人的身体 小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有时候他都分不清是谁的记忆 说他既是小花的丈夫 又是另外一个宋贤折 小花说不是 让他别说那种话 说他就是自己的丈夫 智秀的爸爸 大叔说现在银行上面的人 怀疑宋贤者伪造了大叔的贷款 他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然的话 我这个身体就要背黑锅进监狱 小花 还说他的血型不再是一型 而是B型 也不再是中餐馆的宋贤者 而是神话银行的支行长宋贤者 大叔让小花给他一点时间 把一切都解决好了就会回去 小花说万一解决不好呢 大叔说必须要解决好 只有这样才能同时照顾到他和智秀 以及会珍和江浩美浩 听到这话的小花就急了 说他为什么还要想着他们 大叔说他也是那个家庭的男主人 这把小花气得要死 第二天 爸爸希望小花不要让智秀知道真相 然后说以后再讨论吧 这天下午 小花找到了小黑 问他到底知道多少 小黑说大概都知道 小花说没有人站在他那边 明明我老公还活着 我却要当个寡妇 为什么要这样 小黑说他一开始也很难接受 但是看到大叔跟他说话对他笑 小黑就把他当成了宋贤者 小花说不是的 你的朋友宋贤者已经去世了 那个人是我的老公 你也醒醒吧 小黑说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是你的老公大叔没错 但他也是会真的老公宋贤者 再怎么样 别人只会认他是宋贤者 说小花的老公已经去世了 小花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 我公公也是让他留在会珍那里 会珍也说大叔是他的老公 还说不会放过我 现在居然连你也这么说 小花说他和小黑见面 是想让他帮自己 他拍着胸口恳求小黑帮帮他 嘴里不断地重复着帮帮我吧 小黑说再等等吧 小花说他好怕 怕他以后再也不会回来 说会珍太漂亮了 小花在回去的路上边走边哭 而小凯也只能懦默地 跟在身后陪伴他 大叔正在会珍的超市里开展业务 会珍约他下班一起吃晚餐 他们来到了一家浪漫的西餐厅 点了两份九块九包油的牛排 他让服务员拿一下番茄酱 是 还说你不是喜欢番茄酱吗 会珍说是啊 明明不喜欢西红柿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番茄酱 大叔说因为你是孩子呀 会珍听了惊讶地看向大叔 因为这是他们相恋时最常说的话 此时的会珍感受到曾经的他回来 然后说 你的确是我的丈夫呀 大叔看向了会珍 会珍说像这样你都记得很清楚 大叔让会珍趁热赶紧吃 而会珍却一直呆呆地看着大叔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离不开他 晚餐过后 会珍和大叔正在散步 会珍看到一对情侣正在骑自行车 大叔碰到了会珍的手 表情显得很不自然 会珍说他是有什么苦衷吧 说我们一直逃避问题 所以我们才变成这样 但是现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这种状态 大叔说以前的会珍 为什么没有像现在这样主动先说话 也许那个人其实是在等着你主动开口 会珍说那个人指的是谁 大叔说是指出事故之前的我 会珍哆嗦地问他为什么说是那个人 大叔没有回答他 然后就自己往前走 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 回过头像会珍露出了笑容 而会珍此刻的心情是百感焦急 晚时者小凯来到了大叔的家楼下 然后使用了超能力 会珍感到十分的奇怪 当来电停了之后 他颤抖着拨打了回去 当会珍听到小花的声音 他马上挂断了电话 他赶紧拿起自己的手机 拨打了大叔的号码 结果一显示出来 备注会珍号码的却是大妈 会珍的心跳瞬间上升到180 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下来 听到大叔快要出来的声音 他赶紧慌张地把手机放了回去 另一边的小花感到很奇怪 为什么打过来了又不说话 于是再拨打了回去 大叔看到手机一直在响 却迟迟不敢接听 而会珍坐在一旁观望着他 小花见没人接听 于是发了短信过去 睡觉的时候 会珍回忆起大叔复活以来的相处经历 他越想越害怕 但是又不敢问 我的天啊 实在是受不了 于是便从床上蹦了起来 不出所料 大叔真的是在装睡 会珍坐在沙发里瑟瑟发抖 凌乱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复 而小花发给大叔的短信内容是 你不是那个家庭的家长 你是我们家的家长 她是那么的渴望大叔能回到身边 第二天 孩子们正在喝营养汁 刚准备出门去上学 大叔拦住了他们 说是要亲手做小饭团给他们吃 会珍笑着让他们听爸爸的 大叔用心地为他们烹饪饭团 当江浩和美浩品尝了一口后 美浩说太好吃了 第一次吃到这种饭团 大叔告诫他们一定要吃早餐 还问美浩记得早餐是什么吗 美浩说是神赐予的礼物 江浩不解便问起了美浩 于是美浩把故事描述了出来 江浩问是谁说的 美浩说是爸爸 另一边的智秀也正吃着早餐 他说好想吃大叔做的饭团 小花听到低下了头 智秀问小花为什么不住消掉爸爸的手机 小花好奇他怎么会知道 智秀说他偶尔会发信息给爸爸 看到了显示对方一毒 然后说爸爸不可能看到的 小花沉默了一回 然后问智秀说 如果我告诉你 爸爸还活着你会怎么做 智秀问妈妈这是什么情况 小花却就此打住 等孩子们上学后 慧珍也尝了长饭团 然后说好好吃 问他是怎么做的 大叔高兴地向他解释 慧珍问他今天会不会到超市开展业务 贤责说会去的 还说推销那么辛苦 不忍心只让员工们去 慧珍说他也会在客服中心帮他宣传 还说帮他挑好了领带和西装 让他今天一定要穿过去 说完就要赶着出门 大叔感觉到了他今天的不一样 当慧珍出门上了车后 先是捉弄般启动不了汽车 接着是安全带不听使唤 这还没完 就连雨刮气都在作妖 他明白尽管自己刚才努力的表演 也掩饰不了内心的感受 他想起了之前在书房里 看到了大叔跟小花一家人合照的T恤 慧珍的情绪开始失去了控制 他想在车里放声哭泣 但又不敢大声哭出来 贤责为了自证清白 正在调查停职人员的名单 他不断地排除可疑人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查到了关键的线索 他亮出了椅子上的金库钥匙 贤责打开了金库之后 女士感叹还好东西都还在 可里面却多了一个U盘 还表示并不是他的东西 于是贤责打开了U盘 在里面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客户名单 原来大叔的贷款 是张春当科长的时候批放的 同事们得知了贤责的爸爸住院了 感到十分的奇怪 因为他们知道贤责的爸爸早就去世 当初还去了调研 去了U盘和资料 并得知了贤责正在医院 大东来医院找到了贤责 得知伪造大叔贷款的那个人就是孝珠 大东问他U盘是从哪里来的 贤责告诉他是在孝珠管理的金库找到的 说现在没时间了 孝珠已经提出了休职 还说把他的领带夹带到案发现场的就是他 大东问他有没有证据 贤责说他是我曾经的女人 大东瞬间明白他的意思 贤责让大东先禁止他出镜 普科长被金行长约了出来见面 他的妻子慎功能处于衰竭的状态 做透析已经四年了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经济负担很重 以前的宋贤责管理银行时 业绩好所以提成高 后来大叔管理变差了 所以便举报了大叔 还说希望通过举报能够让业绩好起来 金行长递给他一盒好东西 打开一看 是两大块金子 一开始普科长不敢收 但金行长利用他妻子的病把他给说服了 他也明白收人钱才必定要帮人消灾 随后张春向金行长汇报工作 他这才知道了孝珠申请了休职 张春接着说 如果这些事情传到外部 将会对银行造成致命的打击 金行长问他有依据吗 有查过贷款记录吗 没有就不要乱说 随后让张春以后 金行长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另一边 孝珠正准备登船离境 大东也带人赶到了巨港 此时的孝珠已经检票完毕 大东亮出证件后也登上了船 孝珠收到了金行长的来电 他直接就把 就在他以为已经安全的时候 还是被大东找到了他 大东开始审讯孝珠 只见他拿出了优盘 孝珠心里一惊 问他哪里来的 大东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修职名单 问他作何解释 大东又拿出了另一份名单 说名单里面的大叔已经去世 问孝珠认不认识 他马上就接话说不认识 大东马上拿出了贤哲的领带夹 孝珠沉思了片刻 说这是他送给贤哲的 大东说弄坏大叔汽车的张基哲已经被杀 领带夹是在现场发现的证物 结果宋贤哲被视为嫌疑人 但因为有时间证人 所以被释放了 孝珠问那又怎么样 大东说他一直努力保持冷静 结果错失了应该感到惊讶的时间点 听到作案现场证物之类的话也毫不动容 好像一早就知道是的 孝珠说他在报纸上看过 大东说报纸根本没有报道 还说有人举报他对大叔的贷款进行舞弊 以及张基哲的被杀案有关 晚一点就要和他进行对质审问 贤哲收到了大东的电话 便马上开车前往警局 突然一辆车别了过去 导致大叔赶紧打方向急刹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来 他同时恢复了大叔和宋贤哲发生车祸时的记忆 身体里的宋贤哲记忆越来越多 大叔开始感觉到大脑在支配他的灵魂 行动和说话方式也越来越像他 大叔开始担心自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转眼间 贤哲来到了审讯室 孝珠看到贤哲很是紧张 贤哲问他 是不是你说大叔的贷款是我伪造的 孝珠说是 那他的贷款抵消也是我做的吗 孝珠说应该是吧 贤哲说很遗憾 那个贷款被抵消处理的日期 刚好是为他举行葬礼的那天 那时候的他已经被诊断为去世 可结果孝珠说是他抵消了贷款 此时的孝珠已经紧张到了极致 贤哲加大火力继续进攻 说已故的大叔根本没有收到那笔贷款 而他也没审批过这笔贷款 孝珠越来越不安 还说就是孝珠教唆张机哲弄坏了大叔的车 贤哲突然变成了大叔 说难怪当时无论怎么踩 刹车都不听使唤 明明是保养不到两个星期的车 大东听了感到很惊讶 突然大声吼道 然后说他背后肯定还有人 孝珠是一句话都不敢说 贤哲说那个领带夹当初遗漏在你公寓里 你却利用他来陷害我 孝珠开始崩溃地流下眼泪 无断地拍打着桌子尖叫 大东赶紧冲了进来 孝珠说他等律师到了再陈述 大叔露出了很冷的冷笑 孝珠已无法管理他的表情 他打电话给金行长求助 说大叔已经知道了五星集团的贷款 并不是他自己审批的 金行长问他是什么意思 孝珠说如果他出事了 金行长他也跑不了 挂了电话后 金行长拍桌子大发雷霆 脸上充满了担忧 另一边的普科长收到了金行长的短信 告诉他马上就会召开承接委员会 第二天 张春来到了金行长的办公室 说宋贤哲之行长的权限 只能够批放五百亿的贷款 为什么可以给五星集团批放三千亿 金行长问他是什么意思 张春说金融工会最好奇的就是这个问题 金行长表示不用担心 但张春告诉他 宋贤哲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金行长问他承接委员会召集的怎么样 张春表示希望成为承接委员 金行长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同事们不相信贤哲会批放五星集团的贷款 而复支行长老陆 想起了当初发现孝珠跑进了贤哲的办公室 和金行长串通作假 为五星集团发放贷款的全过程 贤哲的爸爸让小花把大叔忘了吧 说大叔已经死了 小花说公公明知道他没有死 而且他是智秀的爸爸 他说自己在梦中惊醒了很多次 自己都快要疯掉了 即使全世界的人告诉小花他不是大叔 但是公公他不能这样说 而且公公也不站在小花的那边 小花问公公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怎么可以让大叔在会真那边生活 怎么能让大叔当江浩美浩的爸爸 还要当会真的老公 公公也只能叹气 小花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嫁了过来 一直把公公当成自己的亲爸爸 公公也曾经说过把他当成亲女儿 可现在为什么只担心大叔 却不管我的感受呢 公公说这件事根本就不像话 小花说怎么不像话 从头到脚他都是我的老公 说那一天突然失去了大叔 仿佛天都塌了 他凭什么要眼睁睁地看着老公 去当别人的老公和爸爸 公公说这个世界谁会相信他们的话 这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 如果是因为这样 他的儿子受到伤害了怎么办 小花说看吧 你也承认了他是您的儿子 公公也是感到非常的无奈 吵着吵着两个人都停了下来 小花接着说 公公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 我以后就不见您了 我一定会找到智秀的爸爸 那个人是我的老公 然后就坚定地走出了房间 爸爸到最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小花坐在了家门口 他想起了大叔曾经跟他说过的话 如果不是一开始小花不相信他 事情就不会变得这么复杂 小花自言自语地向大叔道歉 但他相信现在还不算晚 他马上给大叔发短信 大叔收到后也回复了他 小花似乎看到了希望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第二天 小花带着推荐人怒气冲冲地来到超市 对方问他毫无准备地过去干嘛 他面带杀气地说 我们进去吧 是时候该战斗了 而慧珍跟同事们也来到了大叔这里 双方刚好碰到了一起 大叔看到这情况懵了 小花和慧珍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接下来小花先开始进攻 大叔大叔役 大叔大叔在身体中给大叔 这个男人的身体是会真的 但灵魂却是小花的 面对他们的午餐邀请 京城不得不出面解围 于是六个人坐在一起 谁都不好意思先开口 不明情况的两位阿姨 愣是丹大的相视一笑 最后还是京城打破了僵局 跟大叔聊起了工作 京城好奇地问小花是谁 慧珍抢着说她是保险规划师 京城问她也是认识支行长的吗 他们一个说认识 一个说不认识 场面顿时非常的干大 谁都不敢多说一句话 过了好久 小花开口说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我跟支行长是很特别的关系 慧珍说那是你自己想的吧 小花说在这个世界上 会有很多难以置信的事情 就算是难以接受 那也不能强辞夺理吧 慧珍表示这应该是我说的话 大叔担心局面失控 表示他要回银行了 便赶紧离开战场 回银行的路上 大叔收到了会真的短信 他让大叔在家吃晚饭 表示有话想对他说 这条短信还没看完 又收到了小花的短信 打开来一看 问大叔今晚能回家吗 一起吃晚饭吧 大叔长叹了一口气 感觉真的好难 另一边 智秀在学校里想起了 贤哲对待他的种种态度 还想起了贤哲发给他的表情包 那是只有大叔才会发给他的表情包 他马上找到了江浩 问他爸爸复活了之后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江浩说爸爸以前对待他很严厉 但现在变得很慈祥 还跟他说要好好吃饭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还给他做了非常好吃的糖醋肉 智秀问他除了糖醋肉还做过什么 江浩说还做过饭团 还说了早餐是神赐予的礼物 智秀一听 便想起了大叔 他瞬间好像明白了一切 大叔下班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了智秀 此时的智秀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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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认真把床铺整理好 然后用心烹饪着晚餐 得知小花用意的爸爸 想要再次阻止她 小花立马打断了她的话 另一边的惠珍 也同样用心地在准备晚餐 回程在这里说一句 惠珍是真的漂亮 当芝秀回到家的时候 她问妈妈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小花反问她饿了吗 智秀说她吃了不饿 小花问她跟谁吃的 智秀说是跟爸爸 小花愧疚地低下了头 智秀问她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然后走过去抱住了妈妈 因为她知道妈妈也一定很难过 小花不断地眨眼 她不想在女儿的面前落泪 此时的大叔还在办公室里纠结中 两位美女也开始装扮自己 还是那句 化妆不行就要乔妆 惠珍还认真地挑选了 闲哲夸她漂亮的裙子 大叔也做好了选择 开始驱车回家 小花和惠珍是度秒如年 不断地看向钟表和手机 他们想要打电话给大叔 可又怕对方不接 或者对方正在欢乐中 突然两边的门铃都响了 小花等来的却是快递员 而大叔选择了回到了惠珍的身边 惠珍贴心地帮大叔拿起了公文包 小花失望地收起了菜品 惠珍为大叔倒上了红酒 放起了宋贤哲送给她的CD 惠珍聊起了他们新婚旅行的回忆 可大叔却一点也想不起来 惠珍感到很失望 但还是强装镇定继续说下去 但大叔还是面无表情 随后跟她说了声对不起 说曾经那么爱她 结果那份爱变了 给她带来了那么大的伤害 惠珍此时还没有反应过来 大叔又说 本以为时间还剩很多 以为还有治愈伤口的时间 没想到的是 自己这么快就死了 听到这里 惠珍算是听明白了 大叔说她不是惠珍的老公 此时惠珍已经感到无法呼吸 另一边的小花 再次端出了菜品 她还是希望会有奇迹 大叔又接着说 我与你老公的记忆并存 仅仅如此 因为是你老公的身体 我需要回到我家人的身边 还有 我老婆的身边 惠珍是完全呆住了 最后大叔让惠珍好好的 病祝她幸福 然后就起身离开 惠珍的眼泪再也无法控制 就在大叔开门的瞬间 你怎么看 我心裡不想聽 不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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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人的灵魂是小花的 但他和惠真朝夕相处 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 贤者紧紧地抱住惠真 留下了心痛的眼泪 可他还是选择了回到小花的家里 饭桌上 小花像往常一样给大叔夹菜 可大叔却表现得很不自然 连爸爸和智秀都能感觉到 饭后 大叔在跟爸爸聊天 结束离开房间的时候 爸爸让大叔遵从内心的选择 当大叔和小花坐下来后 大叔表示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还需要继续上班解决问题 小花说上什么上啊 只要是跟惠真有关的 全部都要清理掉 还让他跟惠真离婚 他说他们可以从头再来 大叔只是看着小花并没有说话 小花说他也知道 让现在的大叔跟自己住在一起 谁知道了都会很难理解 大叔说他需要时间处理 小花却说不行 这种事不能拖 大叔说还有事情必须要他去解决 小花质问他要替宋贤哲活到什么时候 接着又说既然大叔要上班 那他去惠真那里把正装拿回来 大叔马上制止了小花 说免得他去了之后 又胡言乱语伤害了惠真 还说惠真现在很痛苦 小花说我就不痛苦吗 问大叔是不是只有身体回来了 心却留在惠真那里 然后说身体是他的没错 但你的心是我的 他请大叔务必把心带回来 说痛苦的人不只是惠真 自己也很痛苦 小花不安地看着大叔 说他太陌生了 随后小花找到了智秀 说感觉他完全不像是大叔 智秀说是爸爸 只不过外表变了而已 他让妈妈千万不要这么想 不然他们都会失去大叔 接着两母女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另一边的江浩 进入书房想要找爸爸 却发现爸爸并不在 他来到了客厅 发现了妈妈坐在沙发里魂不守舍 睡觉的时候 大叔和小花很是陌生 小花特意调整了睡姿 希望可以得到大叔的回应 可大叔根本没有感觉 于是小花又选择了背对背拥抱 估计这晚的睡眠质量不是一般的差 第二天一早 小花就发现了大叔已不在身边 他开始四处寻找大叔 可是都不见他的踪影 他想拨打大叔的手机 可最后还是放弃了 惠真收到了小花的电话 小花表示想要把大叔的衣服拿回去 惠真让他不要来 说那是他老公的衣服 小花表示原则上是这样 惠真激动地向他重申 那是他的老公 而不是小花的老公 小花还想说下去 惠真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拿出了离婚协议书 疯狂地把他给撕掉 他很后悔当初提起了离婚 小黑打电话告诉了惠真 大叔在银行遇到了麻烦 而小花也一样收到了小黑的电话 于是惠真把小花约了出来 小花问惠真想要怎么解决问题 惠真表示大叔在银行遇到了麻烦 万一再陷入其他的是非问题 事情就更加难办了 小花问他到底想说什么 惠真说大叔现在四面楚歌 如果被人发现他有其他的家庭 引起道德性的问题 那他的麻烦就更大了 小花问什么叫做其他的家庭 还说他的老公是因为惠真的奉贤者 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 惠真说如果你爱他 就放手吧 小花问惠真为什么 惠真说大叔如果选择了小花 那他就要遭受世人的唾弃 直到死为止 他都会被当成抛弃家庭的无耻之徒 还问小花这样也没关系是吗 惠真说没人可以收拾这残酷的命运 只有我们两个自行解决 惠真让小花继续待在原来的位置 小花问那我怎么办 惠真表示这件事本来就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两个人当中一定会有人受伤 小花说为什么我要成为悲剧的那个人 惠真问他不是希望大叔幸福吗 还说世上的人都不会认同贤哲是你的老公 只有你自己这么想 又有谁会相信你呢 接着又说 你当初买给大叔的生日衣服 现在的送贤哲是穿不下的 这就是他 还有你和我的现实 说完后 惠真便出门上了车 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争取回大叔 而留在餐厅的小花 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由于贤哲被陷害受贿批贷 银行总部将对他召开承接会 这天张春找到了贤哲 他问为什么要批准五星集团的贷款 还说这不像他的作风 贤哲说并不是我批的 而张春表示现在的批贷 都只能用支行长的电脑操作 他还提起了孝珠的舞弊 贤哲问他为什么孝珠会大事化小 张春说因为他向金行长求救了 然后还说贤哲已经中了他们的计 贤哲表示一定会查出真相 然而张春说贤哲已经没有办法了 然后贾哲说可以帮他的忙 张春离开的时候 贤哲问他为什么要帮自己 他说他欠了贤哲的人情 而贤哲貌似不知道有这回事 看到张春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老陆马上发信息约他见面 原来老陆是想在承接委员会上 为贤哲出庭作证 但张春提醒他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当不了支行长了 而老陆表示还是要做 张春又问他 如果别人问你那么晚 为什么还在送支行长的办公室 你要怎么回答 老陆听他这么一说 果然被他震慑住了 转眼间 贤哲把老陆叫到了办公室 说在他出事故的期间 好像有人用他的电脑 批准了五星集团的贷款 老陆紧张地表示他不是很清楚 贤哲就让他出去了 同事们都在议论贤哲被调查的问题 担心他会出事被拘留 老陆在一旁感到非常的不安 终于到了召开承接会的这天 面对承接会一系列的指控 贤哲果断坚决地否认 而承接会的成员都是金行长的语义 他们不断地进攻贤哲 但贤哲守住了阵地 表示这一切都是有人伪造的 他们问贤哲有没有证据 此时的贤哲并没有证据 就在这时 拿了金行长两大块金子的朴科长出现了 他作证陷害贤哲收受了会议 这个时候的贤哲感到不妙 张春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贤哲表示要请证人 大家都感到很疑惑 问他证人是谁 贤哲说是金行长 承接会的人都认为他在无理取门 可贤哲说他有这个资格 承接会结束后 而贤哲也来到了这里 他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朴科长看到了贤哲感到很惊讶 贤哲表示知道他是有苦衷 朴科长一脸的愧疚 贤哲没有责怪他 反而握紧了他的手 表示对他的遭遇同情并亮解 回到公司加班的贤哲 接到了小花打来的电话 小花问他什么时候回家 贤哲表示今晚回不去了 小花问他是不是在银行通宵加班 贤哲说应该是这样 小花让他再怎么也要睡一下 贤哲刚想挂电话 小花却说让他明天回家 可他并没有等到答复 因为那边的贤哲已挂了电话 贤哲打开了通讯录 把贵真的备注从大神改为了贵真 这时候的贵真正在家里搞卫生 他看见了贤哲正坐沙发里 还对着他笑了一下 就在贵真以为是真的时候 却发现一切都是幻觉 这天晚上 在一个乌漆骂黑的树林里 一名神秘的男子正在焚烧衣物 本想快点结束 却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给烧伤了 另一边 孝珠正在跟神秘人通话 他让对方赶紧把贤哲解决掉 不然的话 他们迟早会出问题 而对方让他别担心 说送贤哲即将会被开除 而在停车场里 出现了刚才焚烧衣物的男子 当他把口罩摘下来的那一刻 发现原来竟然是张春 贤哲通宵加班的调查 终于找到了新线索 他马上打电话给大东 把新线索报给了他 大东表示找到了疑似孝珠的共犯 但监控没有拍到正面 贤哲拜托大东一定要查出真相 到了晚上 贤哲想起了有金行长通话录音的手机 可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手机无法修复开不了机 他感到非常的沮丧 第二天一早 老陆就来到了贤哲的办公室 决定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贤哲 他说他曾经进来办公室 看过贤哲的电脑 中途的时候突然有人进来 这个人就是孝珠 然后孝珠跟金行长通话拿到了密码 然后造假批放了五星集团的贷款 贤哲问他是否可以在承介会上说这件事 老陆说可以 贤哲说那样你可能会有危险 老陆说他已经做好了觉悟 还说很抱歉这么晚才告诉他 就在老陆要离开的时候 贤哲诚恳地向他道谢 老陆露出了笑容 第二场承介会召开 贤哲淡定地坐了下来 他不是堵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而是他的枪里有子弹 金行长到了之后 还想坐在承介会委员的座位 贤哲让他坐在证人的位置 那些马屁精马上谴责贤贤贤 金行长还得意洋洋地说没有关系 然后便坐了下来 张春让贤哲说明需要证人提供的证词 贤哲开始向金行长提问 说五星集团的贷款当初是你让我批准的没错吧 金行长说没有 贤哲强调性地在问他 是不是真的没有跟我提过 金行长愤怒地说他没有提过 贤哲说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脑海里有着清晰拒绝金行长的记忆 金行长说是贤哲的记忆出了问题 贤哲反问他 那你的记忆不会错对吗 金行长信心满满地说是的 随后贤哲开始放大招 说他对重要的事情都有录音的习惯 金行长的脸都清了 只见贤哲一按播放 我们身材这样现在要做的 我们现在开始准处 贤哲的选择 我们已经接受我 我做的供贷款 我打不抢 你解决 不好意思 不抢 贤哲 是你很重要的机会 贷款 我打不抢 必有的贷款 贷款 按 ξ� 我们回答 我们放除าก 我把贷款 我 Father 我能不能通知 是否你 瘟轟帅 我能够查这些人在决定的公司 您的权费用了 我希望你再加证据 我现在想不做什么 我会想到公司 但是 我本来说 您的权费用了 你现在不做的事 你现在要做的事 我们要做一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明天检方就会传唤金行长 让他换套干净的衣服过去 然后就潇洒地离开了承接会 而张春早已瑟瑟发抖 大叔利用录音自证了清白 那台手机不是无法修复吗 原来那天窗外映入了一道光 接着手机的铃声响了起来 把大叔看得目瞪口呆 这一切都是因为小凯的超能力 死而复生的大叔并没有感到很惊讶 第二天 他回到银行并通知大家开会 大家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大叔也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 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位大叔 更像是一位金融界的精英 会议上 大叔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事情才能够顺利地解决 何代理问大叔是谁告发的金行长 大叔说不是我们支行的职员 朴科长看向了贤哲 大叔说自己已经完全清白了 大家都拍手叫好 不过大叔担心因为这件事 会令到神话银行的形象受到影响 可突然 感觉大叔变成了贤哲 说出了送贤哲才会说的话 要求大家打起十分的精神去工作 还让大家写业务企划书交上去 大家瞬间就认真起来 气氛完全变了一个样 当贤哲离开会议室之后 有人大喊送贤哲回归了 而朴科长和老陆却露出了真心的笑容 这天 智秀让闺蜜给江浩送去了一袋零食 拿出来一看 是甜甜圈和一瓶果汁 同学们都在起哄 而江浩却感到很懵 客休的时候 江浩问智秀为什么要给他那些东西 他说没什么 然后问江浩家里还好吗 江浩说爸爸太忙了 都不能回家 智秀马上说他知道 江浩感到很奇怪 结果在学校走廊里 江浩发现了智秀在电话里叫爸爸 他感到十分的奇怪 晚上贤哲回到了小花这里 小花是满心欢喜 可两个人的相处有着很大的隔阂 睡觉的时候 两个人还是背对着背 另一边的慧珍发起了高烧 屋外是电闪为明 美浩心疼地喊着妈妈 突然贤哲的手机响了 他拿着手机捏手捏脚地走出了房间 而小花也从装睡中醒来 电话是美浩打来的 说妈妈病了 贤哲马上换衣服出门 小花问他去哪里 是不是去找那个女人 叫他不要走 可贤哲说我要走 小花赶紧追了过去 打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赶紧收拾 本文字幕志愿者赶紧收拾 沙赶紧双 或者欣赶紧收拾 过去哪里 会不会遇到 你对我可贅 你们不受挨 从前面 责 heaven 我可能这些惯 来 她要用 你 我们 没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问她的职业是厨师吗 贤者点了点头 慧珍表示对她太少了解了 不过她表示不管贤者是谁 曾经做过什么 现在的送贤者就是她的全部 然后紧紧地握住了贤者的手 贤者也深情地看向慧珍 然后温柔地抚摸了慧珍的额头 说她的体温还很烫 要好好睡一觉 于是慧珍两只手抓住贤者的手 听话地闭上眼睛睡觉 雨停了之后 智秀走了出来 她问妈妈在这里干什么 她说再等爸爸回来 智秀拉着小花就要回家 可小花不愿意 说要等贤者回来 智秀发脾气地让妈妈赶紧回去 可小花阻止了智秀 并说自己没有事 还说她在这里等贤者 就算淋雨也无所谓 说智秀的爸爸还活着 这就足够了 现在等待的是你活着的爸爸 总比思念已故的爸爸要好 而且好一百倍 智秀擦了擦眼泪 说妈妈你没必要这样等爸爸 还说相信爸爸会回来的 爸爸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她的心里只有你 小花冷笑了一下说 可是智秀啊 你爸爸他 已经不是我们所认识的爸爸了 小凯站在一边难过地看着他们 她无奈又愧疚地低下了头 当慧真半夜醒来的时候 发现贤者没有在身边 她赶紧走出客厅寻找 客厅不见人 又来到了书房 她知道贤者已经离开了这个家 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慧真在餐桌上发现了爱心粥 贤者在上面留有一张纸条 让慧真醒了吃完就吃药 还说很抱歉不是早餐 看着眼前的爱心粥 慧真含泪地把粥咽了下去 因为他知道贤者的心还没有完全回来 很快 贤者便回到了小花的家 他表示会真病了 所以才会回去 睡觉的时候 小花问贤者是不是在这里不舒服 贤者说没有 小花又问他 是不是我让你不舒服 贤者还是说没有 小花问那是什么让你不舒服 这一次贤者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上 小花发现了贤者整理好的睡衣 他看了看桌子上的全家服 说这肯定不是大叔蝶的衣服 还说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小花开始意识到 他不再是以前的大叔 另一边的慧真 收到了贤者的来电 他清了清嗓子再开始接听 贤者在那头不断地关心他 慧真表示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贤者 说不知道该不该叫他做江浩的爸爸 还说能听到贤者的声音 他很开心 贤者说我也是 还说他现在要去解决一个重要的事情 觉得能听到慧真的声音 会特别的有干净 所以就给慧真打电话了 现在听到了他的声音 贤者表示这样会很有信心 慧真问他是不是要去解决送贤者的事情 大叔表示现在是他的事情 慧真向他道谢并说了声对不起 谢谢大叔替宋贤者完成他没做完的事情 还说让他经历了本不该属于他的事情 大叔也跟他道谢并说了声对不起 谢谢慧真是宋贤者的老婆 说对不起 是因为他不是慧真的老公 慧真没有正面回应他 而是说 随后他把号码的背注 从江浩爸爸改为贤者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江浩特意在校门口等志秀 最后两个人约好了午休聊一聊 到了午休的时候 江浩说那天听到他打电话叫爸爸 说他的爸爸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志秀抢着说他爸爸并没有去世 然后小心翼翼地说去世的是江浩的爸爸 还说江浩现在的爸爸并不是他的爸爸 而是志秀他的爸爸 江浩问他是不是疯了 志秀说早餐是神赐予的礼物 是他爸爸经常说的话 还说他爸爸是中餐厅的厨师 如果早上志秀没有胃口 大叔就会煎饭团给他吃 还说江浩经常看不解之谜的论坛 也见到过勾魂使者小凯 难道从来没有怀疑过 判若两人的爸爸吗 志秀表示本来他不想说的 但他表示不得不说 说因为贤者以后救助他的家里 这下可把江浩吓到了 志秀说完便转身离开 江浩叫住了他 问他是不是这个原因 才给他甜甜圈和果汁 是看他可怜吗 志秀说他知道没有爸爸的滋味 然后转身离开 留在原地的江浩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江浩和贤者在外面吃饭 贤者说自己对不起他 江浩惊讶他为什么这样说 贤者说因为没能好好照顾他 还责备他不好好学习 江浩说爸爸不用说对不起 贤者想问他见到小凯的事情 江浩马上打断了他 并说他现在不相信这些东西了 说那都是骗人的 还说贤者就是他的爸爸 他告诉贤者自己出生以来最伤心的时候 就是听到爸爸的死讯 当他跑到医院的时候 多么希望这是一场梦 因为跑得太急还把脚给摔伤了 于是就干脆哭个痛快 以疼痛为借口 放声地哭泣 说当时真的很伤心 贤者听了也很难过 江浩认真地叫了一声贤者做爸爸 说爸爸以后让他干嘛 他都会很努力地去做好 贤者会心地笑了笑 然后问江浩有没有什么事情 想和爸爸一起去做 江浩在不断思考 贤者问他想和爸爸去洗澡吗 江浩开心地拼命点头 然后两父子勾了手指约定好 此时的江浩已经不在乎他的灵魂是谁 在他心里贤者就是他的爸爸 走的时候 贤者还特意打包了食物给江浩 让他带回去给贵珍 当江浩回到家安排好食物的时候 贵珍很惊讶他的改变 问他是不是又想离家出走 他开心地说不是 然后说是爸爸带给他的 贵珍感到非常的意外 江浩问妈妈现在不恨爸爸了吗 贵珍开心地说不恨了 江浩说他也是 贵珍问他怎么开始叫他做爸爸 以前不都是叫父亲的吗 江浩害羞地说他突然就想这么叫 贵珍的眼睛透露出一个希望 是拥有一个温馨家庭的希望 第二天回公司的时候 同事们都向贵珍打招呼 可贵珍却静止地往前走 大家以为他又变回了严厉的宋贵珍 只见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大家瞬间感到他是真的变了 变得更加平易近人 转眼间 老陆来到了办公室 说他下午就会到监察厅作证 随后向贤珍提交了辞职书 说他之前很讨厌宋贤珍 一来是因为他的处事风格 二是因为宋贤珍年轻能干 令到他无法升职 所以才会受到张春的蛊惑 偷看了贤珍的电脑文件 接着郑重地向贤珍道歉 贤珍让老陆给个机会自己 一个不被讨厌的机会 随后把辞职书退回给他 说老陆那天在办公室 只是代替他执行了任务 还说等他们支行拿第一的时候 他们俩单独去搞两杯 老陆很是感动 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不再讨厌贤珍 特别是出了事故之后 对他来说 完全是换了一个人 随后便离开了办公室 而贤珍对老陆说的话若有所思 这天小花在等公交车 小凯对他说 姐 你要加油 没想到小花竟然听见了他说的话 小凯又问他是不是能听见 这把小花给吓得半死 小凯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随后小花来到商场挑选郑庄 小凯却在他的身边给建议 小花听到声音赶紧四处查看 可他发现身边根本没人 于是又换了一个地方挑选 小凯再次给他建议 吓得他一边尖叫一边跑了起来 惊慌失措的他撞在了小凯的身上 随后小凯挡住了他的去路 小花问他是谁 小凯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答 于是一路跟着他 小凯让他坐下来聊一聊 小花说他不搞传销的 没什么可聊 小凯又说他是来帮助他的 小花问他到底想干嘛 小凯竟然说想让小花跟他去搞两杯 小花说他有毛病吧 小凯一脸的懊恼 小花赶紧坐电梯离去 还回头看向了一脸无奈的小凯 觉得今天见鬼了的小花 赶紧冲上了一台出租车 没想到的是 面对勾魂使者的超能力 小花无处可躲 于是来到了一家餐厅搞两杯 随后小凯把他的事物告诉了小花 大东正在看经行长的新闻报道 贤哲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 把他给吓了一大跳 贤哲的眼神已经有所改变 大东把杀害张基哲的嫌疑人照片拿给了贤哲看 并告诉贤哲这是计划的谋杀 就在大东一筹莫展的时候 贤哲拿出了一份贷款作假的清单 大东问他是在哪里找到的 贤哲表示是在孝珠的公寓 还说造假的金额超过了100个小目标 大东开始推断案件的来龙去脉 从破坏大叔的汽车开始 再到安装窃听器 张基哲知道的越来越多 于是便遭到了杀害 大东问贤哲有没有怀疑的目标 贤哲表示此人应该和孝珠有交集 而且是很清楚银行内部系统的人 不然光凭孝珠一个人是做不出来的 随后贤哲表示他从内部调查 让大东抓捕杀害张基哲的凶手 来一个里应外合 大东爽快地就答应了他 随后贤哲就离开了警局 对于贤哲的变化 就连大东也感觉到很明显 第二天 孝珠约神秘人见面 此人正是张春 孝珠责怪他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还被宋贤者反将了一军 而张春反咬他一口 说他竟然脚踏两条船 跟自己舞弊作假的同时 还跟金行长为五星集团作假披戴 说孝珠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 都已经被老陆发现并举报了 而孝珠也已经想好了对策 想要把责任推给金行长一人 说他是行长 不得不服从命令 这样他就可以降低刑法 可孝珠还是非常的不安 因为张春把张机哲给杀了 让他赶紧把宋贤者解决掉 可张春根本不慌 说这件事没有证据和证人 反而说领带夹是孝珠给他的 还说那些非法的贷款 都是孝珠一个人的所为 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他有份参与 随后就无情地离开 孝珠突然叫住了他 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指控宋贤者是犯人 而且为什么因为这种事情而杀了张机哲 只是车坏了而已 为什么要杀人 张春并没有回答他 孝珠开始怀疑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当孝珠回到公寓的时候 却发现贤哲坐在了屋内 贤哲让孝珠自首吧 说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你的妈妈考虑一下 不要再被那些人利用你 贤哲问他为什么要用领带夹陷害他 孝珠说他不知道 连送贤哲的车也被动了手脚 以为只有大叔的车被动过 贤哲感到非常的惊讶 他回忆起了出车祸的瞬间 明明自己打了方向盘 还狠狠地踩了刹车 但一点作用都没有 原来是送贤哲的车也被动了手脚 难怪会和大叔一起出车祸 这时候 他想起了张春向他求饶的一段记忆 贤哲怀疑张春就是幕后黑手 晚上的时候 小花问贤哲要不要搞两杯 于是两人来到了院子里 小花说大叔喜欢看着星星说话 可现在的他并不喜欢 还开心地聊起读高中时的快乐回忆 可贤哲给不了反应 小花说大叔原来不喝啤酒呢 只喝烧酒来着 也不会叫他做智秀妈妈 问贤哲在这个家里 真的没有觉得不舒服吗 贤哲斩钉截铁地说没有 小花说他觉得不舒服 贤哲疑惑地看着他 小花说 你走吧 不要在这里了 回到你原来的地方 回到你身体觉得熟悉的地方吧 还说只要贤哲幸福就好 他觉得贤哲在这里并不会幸福 贤哲说他也有努力适应的 但总是做不到 小花说他能理解的 让贤哲走吧 最后小花决绝地说 他爱的男人不是他 而是那个会叫他小花 觉得这世界上他最漂亮 在他生气的时候会逗他开心 却不懂事地送贤哲 贤哲只能含泪地看着小花 小花说 我来放弃你吧 贤哲离开小花的家之后 并没有马上找惠珍 而是来到了小黑的家里 小黑了解了情况后 让贤哲回到惠珍的身边 这让贤哲感到很是意外 说他明明之前很反对 现在怎么又这样说 小黑说这个世界所有的人 都只会认你是支行长的宋贤哲 小黑还说感觉现在的他 完全就是以前的宋贤哲 这就解释了小花为什么会让你走 因为他觉得你太陌生了 小黑问他 你不是还爱惠珍吗 第二天 小黑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便打了电话给惠珍 把贤哲和小花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说贤哲最近都会在他那里住 回到家之后 贤哲说他的交通事故是人为造成的 而且是为了杀他 小黑问他是不是有了宋贤哲的记忆 贤哲说是的 都记得 小黑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说你现在到底是谁啊 贤哲说凶手肯定有杀他的理由 小黑却说他告诉了惠珍他在这里 此时贤哲的表情我是真不懂 很快 贤哲把老陆约了出来 通过了解更加怀疑张春就是幕后黑手 贤哲赶紧打电话给大东 让大东禁止张春出境 还拜托大东查一下送贤哲的交通事故 他怀疑交通事故跟非法贷款案有很大的关系 转眼间 张春就收到了被调查的消息 还了解到是贤哲主动要求的调查 把他气得咬牙切齿 另一边 爸爸正在责怪小花 说他把贤哲给赶走了 小花说没有人站在他的那边 也没有可倾诉的人 他的身体不是大叔的 现在连灵魂也感觉不是了 说他还怎么让贤哲跟自己生活 还说贤哲会回到那个女人的身边 希望他可以过得好 爸爸说贤哲没有回去 而是去了小黑那里 说贤哲会惦记着他们 绝对不会去回真那里的 他们的对话 都被一旁的智秀听得一清二楚 小花把贤哲赶走了之后 惠真约了小花出来 这次的见面没有了争吵 小花说他给贤哲买了西装 说大叔还在的时候 他都没有买过一件高档的衣服给他 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他 贵真说他很好奇 问小花为什么要让他离开 小花说他们以前特别的恩爱 哪怕没有钱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幸福 但是 跟现在的他在一起 让小花感到更加的孤单 他不再是我思念的那个老公 最重要的是 他不爱我了 贵真低下了头 小花又说 不过至少他还活着 对智秀来说 他爸爸还活着就够了 贵真问小花 大叔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小花笑着说他是中餐厅的厨师 人很老实又善良 也很爱开玩笑 所以经常被他说 贵真问小花能不能看看大叔的照片 小花把手机拿了出来 贵真认真地看着屏幕里的全家福 小花对他说 很陌生吧 贵真看了看小花 然后小花说他也是 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说什么 随后贵真来到了他们当年拍婚纱照的地方 贵真来有意义 贵真以后 贵真贡英 贵真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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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真我们 贵真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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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那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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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嫌弃少女馾 我像你同样的 他如同时 你 стар着 自然保持了 奥远少女馾 我可有更多好 慧珍晚上约了贤哲出来 一见面 慧珍就说要跟他离婚 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慧珍随后又说 慧珍突如其来的离婚要求 把贤哲吓了两大跳 慧珍表示自己也痛苦 但现在想彻底地送走他 他要抛开之前所认识的宋贤哲 想跟眼前的宋贤哲重新开始 贤哲没有正面回应他 他说我们去散步吧 然后站了起来 向慧珍伸出了温暖的大手 接着两个人食指紧扣的漫步 好甜啊 回程也想恋爱了 随后两人聊起了开心的往事 贤哲把大叔的回忆也分享了出来 慧珍敏感地问他 这部分的记忆是属于大叔的吗 贤哲并没有选择隐瞒 慧珍的表情有点难以接受 贤哲让他给点时间自己 慧珍问贤哲对他的心 是支行长宋贤哲 还是厨师宋贤哲 贤哲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正面回答 反问慧珍更希望是哪一个送贤哲 他让慧珍自己选择 因为不管是哪个 贤哲都会爱他 慧珍撒娇地说他只会出题 不给答案 随后笑着让贤哲等一等他 这天 江浩约了智秀出来 江浩说他退出了不解之谜的论坛 不会再相信那些东西了 他要认真学习 考上爸爸一样的好大学 智秀问他是不是不相信他说的话 江浩说是他不愿意相信 他问智秀自己该怎么办 说人死了都有坟墓 但是他的爸爸没有坟墓 江浩不断地擦拭着眼泪 智秀说 我们共享爸爸吧 随后郑重地说他的妈妈就不行 说对他爸爸来说 妻子只有他妈妈一个人 第二天 贤哲带江浩和智秀两个人去溜冰 没想到美浩也说要去 慧珍说不行 说今天他要补习 贤哲说休息一天没关系 慧珍露出了 好吧 你说了算的表情 就在江浩和智秀玩得正开心的时候 慧珍带着美浩也赶过来 智秀这时候还强装起笑容 由于美浩不会溜冰 所以不小心摔了一跤 贤哲赶紧冲了上去 心疼地关心着美浩 可这一幕却被智秀看在了眼里 随后他又看了看慧珍 智秀的心感到十分的失落 在回去的路上 美浩问妈妈智秀她是谁 慧珍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 心灵受到打击的智秀突然要求下车 贤哲表示要送她回家 可智秀还是坚持要下车 最后贤哲说听爸爸的话吧 智秀这才安静了下来 可回到了家里 马上躲进了被子里哭泣 小花得知了情况后 赶紧给贤哲打电话要求见面 贤哲在出门的时候 对慧珍说她会找机会跟美浩解释 慧珍拿出了小花送给贤哲的衣服 说希望他们都可以很明智地面对这个问题 毕竟这件事超乎了常理 需要特别的对待 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贤哲表示她很喜欢慧珍的这一点 说她明智又温暖 慧珍撒娇地说她就知道嘴上说 当贤哲来到了咖啡厅 小花问她为什么要伤害智秀 说是带智秀出去开心 最后竟然带着那一家人一起去玩 贤哲不断地向她解释 说自己计划只是带江浩和智秀去的 可小花哪管她那么多 小花问她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气愤地说她现在就是在出轨 而且是很合法很巧妙地出轨 还是让人无法抗议地出轨 贤哲没有说任何话 小花接着说她还敢伤害她的女儿 问她是不是想再死一次 别以为你死而复生就了不起 然后拜托贤哲不要再伤害智秀了 希望她可以尽到一个当爸爸的责任 除了这一点 她没什么其他的要求 贤哲叫她小花 而小花让她不要再这么称呼她 说完后就起身离开 贤哲也只能在那里叹息 当小花走出咖啡厅后 又遇到了勾魂使者小凯 还对她举起了大拇指 小花问她是不是跟踪狂 小凯反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她帮忙 经过上次的解释 小花还是不相信小凯是勾魂使者 还问人家要身份证查看 小凯说她没有身份证 怎么就不相信呢 小花让她便一百万出来看看 只见小凯举起了手 一运功拍打下去 小花的手上就出现了一百万 她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还问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到了晚上 伤透心的智秀在院子里发呆 小花说我们都不要太伤心了 虽然爸爸过着别人的人生 但庆幸的是她还活在世上 智秀说她才不管那么多 为什么她要和爸爸分开 还怪责小花不跟她商量 就放贤哲离开了这个家 把她变成了一个没爸爸的孩子 小花握紧智秀的手说 她就是你的爸爸呀 智秀推开小花的手说 现在这样还不如没有呢 还说她要与江浩分享爸爸 是非常艰难做出来的决定 小花既是心痛也是无奈 第二天下班的时候 小凯又出现在她的身边 小花让小凯跟她去一个地方 原来小花用她变出来的钱 给小凯买了一台新手机 说了以后有急事就打电话找她 可小凯说她不需要的 只要姐姐你想我了 我就会出现 小花拜托她不要再胡言乱语 小凯笑了笑说 那你以后有需要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给我电话哦 接着从她的身边离开 可小花一转身 感到非常的惊讶 这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转眼间 小花正在努力地谈业务 可对方却表示还要考虑 这女的都已经考虑有一个月了 就在这时 小凯突然出现了在这里 小花问她怎么又来了 女客户问小花她是谁 小花说是她认识的弟弟 结果那个女客户瞬间变成了花痴 小凯还主动地跟她聊天 这女客户的防御力 马上变成负一万 小花看着她 心想这人怎么这样 签完了合同之后 小花还说对方拖了一个月 硬是小凯出现就搞定了 小凯问小花心情还好吗 小花说她自己可以搞定的 不过还是很谢谢小凯 小凯希望用行动来弥补她的过错 这天 惠珍向京城递交了辞职信 并感谢她一直以来的赏识 京城表示下周她也要回漂亮国了 随后她拿出了一幅画 说是送给惠珍的礼物 此话 画得正是惠珍 贤哲出门的时候 收到了孝珠打来的电话 孝珠想要告诉贤哲幕后的黑手是谁 以换取她的帮助 贤哲却表示不用告诉她 说她绝不会帮助孝珠 然后就直接挂了电话 突然变得冷血无情的贤哲 把小黑都看傻了 回到公司后 贤哲认真地看着笔记本 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她复活以来 发生的所有事件 时间地点和人物都一清二楚 特别是损坏的手机 竟然奇迹般地被修复了 贤哲最后加上了一句 与张春 不破不立 不破不立的意思就是 想要破坏别人 也要破坏自己 看来贤哲这是要搞事情吗 在电梯里 贤哲回忆起大叔来贷款时的情景 和代理当时说他已有贷款记录 大叔拼命地解释他真的没有贷过款 送贤哲得知大叔跟自己是同名同姓后 马上进行了内部调查 发现账户的金额不是贷款 而是转账 随后打电话给发放贷款的支行 了解到批放人吴胜俊早已休职 接着又了解到银行电算系统的负责人 正是幕后黑手张春 此时的张春正在处理被烧伤的手 他也回想起了当初求饶的画面 当时的他 还在电话里让人解决宋贤哲 没想到迎面而来的就是他的死神 宋贤哲说出了他的种种罪行 还把他的登陆系统的神秘ID报了出来 张春吓得赶紧跪了下来 祈求宋贤哲给他一次机会 可宋贤哲的表情比北极还要冷 哪里会放过这种舞弊作假的人 转眼间 贤哲已来到张春的办公室 直接就说他是个卑鄙的小人 而张春还在那里装无辜 贤哲直接就爆出他的登陆神秘ID 张春开始感到了不安 贤哲问他是不是又想下跪了 张春说你有种就公开吧 一旦公开 神话银行的信用就会跌入谷底 可贤哲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说有些东西藏着掖着就会烂掉 拿出来晒一晒太阳反而会更好 还说你不会以为这是有商量的余地吧 张春没有反击的能力 贤哲说张春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接着说他破坏了两个家庭不单指 还杀害了张机哲 张春冷笑了一下 问贤哲他有证据吗 贤哲让他好好想一想 说我送贤哲就是证据啊 张春知道自己是彻底的输了 贤哲劝他还是自首吧 随后帅气地转身离开 张春马上打电话让人做一个假护照 多少马内都无所谓的那种 贤哲收到了大东的电话 说笑珠把一切都坦白了 也已经申请了张春的逮捕令 贤哲表示非常的感谢大东 转眼间 贵珍就收到了贤哲的电话 贤哲说我们去旅行吧 贵珍感到很是意外 可他的好心情却飞了起来 开始挑选美美的裙子 为了降低对神话银行的负面影响 贤哲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他主动曝光了内部人员作假贷款的情况 并诚恳地向神话银行的客户道歉 还承诺不会再发生此类的事件 他的新闻报道播出来之后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同事们都在为贤哲的决定而点赞 不单只降低了负面的影响 反而提升了银行的信用度 贤哲在电视台的高光表现 赢得了全银行的赞许 不过他的脸变得比女人还快 随后一位名叫秀贤的短发美女 来到了贤哲的办公室 他热情地伸手对贤哲进行自我介绍 可贤哲根本就不鸟他 这女的还不懂得看眼色 继续在那里叽叽喳喳 原来贤哲早就知道她是新行长的侄女 问她是不是想被解雇 贤哲说她的支行不是田野 不是你想降落就降落的地方 还说不需要她这种员工 把秀贤搞得非常的尴尬 贤哲让她赶紧出去 从他们的支行走人 把秀贤气得差点原地爆炸 此时的贤哲 已经是全新的一个送贤哲 就在这时她收到了贵真发来的甜蜜短信 贤哲赶紧回复了电话 贵真说她已经把衣服都准备好了 贤哲问她明天想干嘛 贵真说想吃水半生鱼片 也想在房坡堤散步 最主要还是喜欢跟你在一起 做什么事都无所谓的了 贤哲说她就喜欢贵真这样 两个人就这样约定好 贤哲刚挂断电话 就收到了小花的来电 小花说智秀现在很难过 让她去哄哄智秀 很快 智秀就收到了贤哲的短信 她在短信里表示爸爸以后会做得更好 直到智秀能够理解爸爸 还说了我爱你我的女儿 最后还加了一个专属的表情包 智秀马上离开了网吧 时着小猫觉得一切都太晚了 很难改变他们两个家庭的命运 然后跟小凯说了声对不起 表示没能帮上忙 可小凯担心这样下去 还会发生某些命运的改变 小猫则表示不能再做任何的事情了 随后便离开了人间 第二天 贤哲过来接会真出去度假 两个人的心情那是美美的 贤哲帮忙提包的同时 还绅士地为会真拉开车门 而张春这个卑鄙小人竟然跟踪了他们 到了目的地之后 会真他们开始了甜蜜之旅 第一次很讨厌 是被碰 原来小心 好 欢迎 好 为什么 好 希望 有一天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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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kä 嗨 韋子 万万没想到的是 张春也跟了过来这里 这家伙竟然还带了左轮手枪 而贤哲和会真正在防波地散步 会真正在享受甜蜜的瞬间 此时的张春正举着枪对准他们 幸好小凯及时地出现 把子弹停在了半空中 当子弹掉在地上的时候 张春整个人都傻了眼 显然他还不死心 不断地向贤哲他们开枪 可是小凯失了法 根本打不出子弹 张春见识不妙 于是赶紧逃跑 贤哲表示要去追捕张春 惠珍让他不要去 可贤哲怎么会放过他 让惠珍在原地等他回来 看着贤哲跑开的背影 惠珍很是担心 收到消息的大东 也正在全力追捕张春 贤哲开车紧跟着张春 通过电话与大东进行追击 很快 张春就被他们逼停了下来 当贤哲回到惠珍的身边时 惠珍马上冲了过去拥抱贤哲 他那颗悬起来的心 终于也可以放下来了 他们来到了沙滩里玩自拍 随后还叫路人帮他们合照 看着镜头前的两人 也许这就是狼才女帽吧 吃午餐的时候 惠珍说下次想去南一岛 贤哲说好啊 并约定了结婚纪念日出发 惠珍的表情感觉为难了贤哲 而贤哲表示 他说过不能用常理来对待 让惠珍不要想太多 随后还开起了玩笑 都惠珍开心 在回家开车的路上 两个人还甜蜜地牵起了手 食指紧扣也就算了 还不断地大手蹭小手 晚上的时候 智秀跑到了小花的房间 说下辈子还要做小花的女儿 接着问妈妈 有没有后悔让爸爸离开 小花说她后悔的事 大叔当天去调查贷款的时候 没能拦住她 发生车祸 第二天爸爸向小花道歉 说她没有脸面对小花 让贤哲离开了这个家 以后还要你来照顾我这个老人家 小花说她是大叔的父亲 也是智秀的爷爷 让她不要再这么想 还说就算大叔不在了 他们也要好好地生活下去 爸爸很感谢小花的谅解 小花说大叔现在要叫 非亲非故的人做妈妈 说大家的命运都很无奈 小花振作起来后 努力地开展她的保险业务 可还是遭到了拒绝 这单谈不成 那就再换一单 结果这女的说 她老公已经83岁 等她去西天取经了 根本不愁马内 这让小花也忍不住口吐芬芳 跑了一整天的业务了 小花还是一无所获 她是不努力吗 并不是 当小花来到公园里休息时 小凯又出现在她的身边 小花说我没打电话给你啊 小凯说她准备离开这里了 说以后没有她在身边 要好好地生活 小花问她去哪里 小凯说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小花让她别开玩笑了 说她连身份证都没有 随后小凯问她的愿望是什么 小花说她想要成为保险王 就在小花跟小凯告别的时候 你好 厨师的灵魂当起了银行的行长 可她却毫无压力 很快便拿下了分行全国第一的排名 大家都恢复了以往的干净 另一边 张春还是死活不承认她的罪行 还嘴硬地说警方没有证据 警方问她还有90个小目标转移到哪里去了 怎么余额显示为零 张春赶紧通过电脑查看账户 发现余额真的为零 慌张地问怎么回事 我的马妹都跑哪里去了 另一边 当和代理打开了金库后 尖叫地跑了出去 然后带着同事们再跑了回来 原来是金库里多了很多马妹 而贤折帮助的那位企业家 不单只渡过了难关 还越做越大 这次特意过来感谢贤折 贤折也为他感到高兴 虽然案件已经结案了 但大东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于是跑到了医院里 了解了贤折复活的经过 可他的心中还是充满了疑问 于是去银行找到了贤折 开门见山地问他和大叔到底是什么关系 大东离开的时候 见到了前来的智秀 他问智秀来这里干嘛的 智秀说来找他的爸爸 把大东搞得超级无敌的懵 智秀拿了大叔以前用的手机过来 想让贤折以后使用它 因为他希望贤折的身上 有大叔相同的东西 贤折却把手机还了给他 说爸爸已经不能回到以前了 也不再是厨师送贤折 而是银行的职员 不过肯定是送智秀的爸爸 但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 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 智秀说爸爸真的好过分 然后气愤地夺门而出 气冲冲地离开了银行 另一边的小凯 正准备离开人间 他在心里跟小花再一次地道歉 然后为小花和爸爸施了法之后 愧疚又不舍地离开了 小花经过不断地努力 也受到了小凯的帮助 终于成为了公司的保险王 这天晚上 贤折到了小花的家吃饭 他提议给他们买一套学区房 一是因为爸爸的关节不好 二是因为智秀也要上高中了 爸爸和小花都说不用 但智秀说要 还说爸爸是想用钱补偿他们 说我们就接受吧 他们的心也会感到不安 还说反正家里的院子也没人教什么 现在坐下来的他们 已经没有了温馨的气氛 第二天 智秀和江浩发生了争吵 江浩说贤折是他爸爸的身体 所以严格来说 应该是他的爸爸 而智秀却不这么认为 说灵魂才是最重要的 身体就是个去窍 江浩又说 如果没有我爸爸的身体 你的爸爸怎么可能存在 吵着吵着两个人就干了起来 我认真的看过了 这次还真的是智秀先动的手 结果两个人干到了警察局 慧珍马上赶了过来 随后他让江浩先回家 慧珍想要跟智秀好好聊聊 智秀先是向慧珍道歉 然后说他跟慧珍坐在一起很不舒服 说他经历了失去爸爸的痛 后来贤折跑回了家里 让他们相信了他就是爸爸 可现在又要离开他们 智秀哭着说他好讨厌爸爸 说这不是当女儿能理解的事情 可大人们都希望他能理解 他能做的就是讨厌贤折 慧珍当想要说些什么 智秀马上说要回家了 便匆匆地离开 小花在家门口等智秀回家 问他为什么去警局了 智秀不耐烦地说没什么 还让小花以后别在这里等人 说看着就很烦 小花说智秀变成这样他好伤心 说大叔去世他也没这样 智秀甩开小花的手 没有回答静止地回了家 回家后 小花找到智秀说对不起 智秀说妈妈没有错 然后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第二天 小花和智秀聊起了小凯 说小凯告诉过他 爸爸和智秀都是他救的 贤折的手机也是他修复的 智秀赶紧画了小凯的样子出来 问妈妈是不是他 小花说是的没错 就是这个人 智秀赶紧让小花打电话给他 小花说他的手机已经注销了 智秀说妈妈怎么不早点告诉他 小花说小凯还让他许了个愿望 随后开玩笑地说 早知道真的会实现 让他跟我交往就好了 贤折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妈妈说爸爸的祭日快到了 问贤折爸爸的祭祀要怎么做 慧珍说他会负责好 没想到贤折说他也会一起做 这让妈妈和妹妹感到很奇怪 妈妈说他真的变了 随后问他想不想念爸爸 这问题一出来 贤折会真都陷入了沉思 而大叔想起了自己的爸爸 贤折第二天打电话给爸爸道歉 表示他会努力尽孝的 可爸爸表示不要说这些 只要贤折他过得好就行 午餐的时候 慧珍说智秀和江浩现在都很难过 让孩子们接受和理解是很难的事 随后又说他们明天要去现场学习 暗示贤折多关心智秀 贤折露出了笑容 贤折到学校找到了智秀 说明天会为他做紫菜包饭 智秀说他要问问妈妈 贤折还特意为智秀买了新的裙子 智秀回到家后 拿出了贤折买的连衣裙 说他的眼光还是那么老土 往身上量了两尺寸后 还是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慧珍正在认真的做着料理 突然接到了贤折的来店 贤折问他有什么需要买的吗 慧珍看了看冰箱 让他买鸡蛋等食材回去 贤折便出发去往超市 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一去竟然害死了小花 而他还在超市里购物 恰巧贤折也来到了这里 两个人还碰到了一起 这次见面明显的有点尴尬 小花让他以后不要给智秀做便当 说这样他很不舒服 贤折没说话 随后表示要送小花回家 小花说不用 可贤折拿起小花的物品一意孤行 小花无奈 也只能听他的 贤折让小花等他去取车 可是他的车被货车挡住了 于是拨打电话让人挪车 好不容易等到后面的车离开 这才把车开了出来 小花在等贤折的时候 被人撞掉了手里的物品 小花赶紧捡起 散落在地上的水果 就在这时 他的身上亮起了车灯的光线 随后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一幕 当贤折回到现场时 发现前面围满了人群 当他看见小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贤折整个人瞬间失去了魂 他赶紧把小花送到了医院 智秀赶到医院后 你干了吗 传媳 мод 2003 如果 尽管医生努力地抢救 小花还是离开了人世 随后医生宣布了小花的死亡 离开到半路的小凯 感应到了小花的去世 她放生地哭泣 因为她的失误而破坏了小花的幸福 现在又让她意外地去世 智秀哭得撕心裂肺 不停地喊着妈妈 贤者也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她开始埋怨自己 如果当时自己不强行送小花回家 而是让她自己回去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如果当初自己的灵魂没有被弄错 小花也就不会死了 就在这时 贤者缓缓地抬起了头 小花的意外去世 让小凯不得不重新返回了人间 随后小凯把一切都告诉了贤者 而贤者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回到家之后 贤者在笔记本里记录下了重要的信息 随后回到了房间 躺在了慧珍的身边 会真察觉到她的异样 问贤者怎么了 为什么那样看着她 贤者说她有句话一定要对她说 说她也不知道自己对慧珍的心 是支行长还是厨师 但贤者表示可以肯定的是 她爱慧珍 慧珍说她也有话要跟她说 但现在还不能说 因为慧珍感觉到她好像要离开 随后贤者靠近了慧珍 献上了全剧唯一的一个吻 然后紧紧地抱住慧珍 另一边 小凯正在使用超能力 时光不断地在倒流 那些戏剧性的画面 让人伤心欲绝的画面 都一一地跑了出来 就这样 时间又回到了他们生日的那天 追行长还是严厉冷漠的宋贤者 而慧珍也正打算跟她离婚 大叔也正在熟练地坐着中餐 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但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不可能 小花正在收拾餐具 大叔从厨房冲了出来 就在这时 慧珍来到了这里 此时已是下午三点 慧珍怕影响他们打烊 表示很抱歉 大叔说没有关系 慧珍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大叔说我们这里所有菜品都好吃 下面的这几个镜头 让人感到真的很美好 另一边的慧珍 正在教育和代理的工作问题 当和代理出门后 老陆问他什么情况 和代理说 慧珍竟然没有批评他 反而讲了冷笑话 慧珍的变化已开始凸显 另一边的大叔又秀起了恩爱 优优优独播 rim 这天,贤哲收到了金行长的电话 说是今天约了五星集团的理会长见面 刚挂了电话,脑子里突然跑出了时光倒流前的记忆 随后在公司里碰见了孝珠 他一下子就把贤哲逼动了过去 结果贤哲反常地把他给推开 孝珠感到很莫名其妙 贤哲在车里的时候,又闪现出了出车祸的画面 随后又接到了金行长的电话 这次他拒绝了赴约 并表示不会审批五星集团的贷款 被拒绝的金行长显得很无奈 孝珠在公寓里准备了红酒 煎熬地等待着贤哲 可贤哲并没有去他那里 而是回了自己的家 他看到了餐桌上的生日礼物 拿出了里面的那本书 此书变成了江浩宋的生日礼物 贵珍回来为他准备好晚餐后 宋贤哲突然叫住了他 让他一起吃晚餐 贤哲问贵珍一定要去超市上班吗 贵珍说是的 说要用自己的能力挣钱 贤哲让他辞职 说会多给他生活费 贵珍对他的态度还是感到不满 贤哲问他不是对摄影很感兴趣吗 让他重新去学习摄影 然后让贵珍考虑一下 是想挣钱呢 还是想重新工作 贵珍感到很奇怪 这个人怎么变了 贤哲竟然还知道汤里面有什么成分 这就让贵珍更加的疑惑 另一边的大叔也回到了家 家人也为他准备了生日惊喜 大拜二 贼珍 蹬慈 眼睜 看给我 weld 他的声音 天然 脾子 天然 眼睜 不 闲着睡觉的时候 梦中想起了时光倒流前的记忆 随后惊醒了过来 他起床来到了书房 刚拿出了笔记本就 2018年3月17日 2018年4月20日 5月3日 闲着从笔记本里看到了未来发生的事 不明一切的慧珍 感觉他的行为很古怪 第二天挑选领带夹的时候 闲着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 于是没有佩戴孝珠送的领带夹 去上班取车的时候 闲着的脑海里又闪现出车祸的记忆 于是他没有选择开车去上班 大叔来到了神话银行申请贷款 接待他的正式和代理 可查询系统过后 表示大叔的中餐馆已经做过抵押贷款 大叔肯定地说自己并没有贷过款 随后大叔赶紧打电话问前业主 中餐馆是否已经做了抵押 就在这时 闲着找到了和代理咨询工作 却发现了系统里显示大叔的贷款记录 和代理说明了情况后 闲着马上拨打电话进行调查 发现竟然是休职员工吴胜俊批的贷款 聊着聊着 贤者又闪现出了时光倒流前的记忆 他这次是真的有被震惊到 随后说他要调查大叔的贷款记录 通过电话确认过的大叔 表示自己真的没有贷过款 和代理说支行长已经开始调查了 坐在后面的孝珠开始感到不妙 贤者只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就查到了是张春搞的鬼 大叔回到了中餐馆 跟小花说无缘无故有了贷款记录 小花说肯定是搞错了 大叔说要去金融监督院了解一下 然后就匆匆出了门 就在这时 小花接到了宋贤哲的电话 随后赶紧冲了出去拦住大叔 小花跟大叔说 宋贤哲让大叔去银行找他 贤哲正在办公室里等大叔 脑海里闪现出了更多的记忆画面 除了有出车祸的场景之外 还有大叔在他身体复活的记忆 包括金行长陷害他的整个过程 这些记忆包含了两个人的记忆 也就是说 时光倒流后的宋贤者 正在慢慢地恢复两个人的记忆 就在这时 大叔已来到了办公室 贤哲看着他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又说不上来怎么回事 随后就是经典的一幕 你好 我是宋彦哲 你好 我是宋彦哲 是 贤哲告诉大叔 说他的贷款是有人伪造的 并对他进行了道歉 然后准确地说出了大叔现在的困难 大叔很好奇他怎么会这么了解 贤哲慌张地说个体户都这样 大叔笑着说 第一次见到有人跟自己同名同行 表示感到很神奇 贤哲愣了一下 说他也这么觉得 大叔说他当才还想去金融监督院 贤哲说放心吧 我会帮你搞定 当大叔回到了中餐馆后 什么来 他从来都能在那里公团中最联的 真的吗 我 他叫他们和一个名字相纳的 什么? 我和一个名字相纳的 刚才能说了 然后就上去 嚇吻的 但他在那个男生 看得相纳的 在办公室的贤者 不断地思考脑海里跑出来的记忆 于是拿出了抽屉里的笔记本 也正是这本葵花宝典 让他彻底地恢复了记忆 4月15日 警察网上 张기철刑事件 纸牙医疑证捕 누군가 터치를 놓 4月22日 곽효주 부지점장 USB 발견 4月27日 곽효주 인천항에서 검거 5월3日 곽효주 증거불증번 구속적 부심으로 풀려남 5월12日 5성3천억 대출 연루기사 진위 확인 필요 5월16일 징계위원회 입회 김행장은 못 밝혀내다 부서진 휴대폰이 복구되는 기적 5월19일 박형사 장기철 사례용의자 cctv 확인 계획적 살인 5월20일 우장춘 불파불립 5월23일 우장춘 체포 드디어 모든 게 끝났다 5월29일 5월29일 나 이제 돌아갑니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宋贤哲拥有了时光倒流前的记忆 马上来到了警局寻找大东 大东一脸的莫名其妙 贤哲让他赶紧抓捕张机哲 还把他和大叔的车牌号码给了大东 说张机哲今天会破坏这两台车 大东看着贤哲提供的信息 决定相信他说的话 贤哲报完案之后 赶紧给大叔打了电话 叮嘱他今天千万不要开车 大叔不明所以 但还是答应了他 大叔刚挂断了电话 小花就刚好回来 贤哲找到了金融监督院的领导 上报了孝珠和张春的舞弊作假 以及金行长违规批放的五星贷款 随后把证据拿了出来 小猫再次找到了小凯 说看来老大给了小凯一个大礼 对人类生活干涉的这么深 这还是第一次 小凯说让时光倒流 是大叔自己的选择 小猫问他到底是哪个大叔 小凯说是拥有两位送贤哲记忆的大叔 还说他明知道时光倒流后会失去记忆 但还是做了这个选择 小猫问刚发生车祸的时候 为什么不选择时光倒流 小凯说如果那个时候倒流的话 执行长宋贤哲还是会死亡 并不会复活 还说是大叔创造了这个奇迹 所以小凯给了他更大的礼物 小猫问他是什么 小凯说虽然开启了时光倒流 但他把结合体的记忆保留了下来 小猫听了也感到很高兴 小凯还表示这样的话 小花也会收获幸福 小猫表示要去庆祝一下 可小凯很嫌弃小猫的这个造型 转眼就到了晚上 真正的小猫出来了 小猫在聊天 感谢观看 这天 贤者走着走着 他来到了大树中餐馆的门口 贤者百感焦急地一直看着 我给你带我来 好 好 我给你 我拿着走着走着 我把你打开 我们的女儿子 我把你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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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开 哦 啊 淡了 的話 夏 這上來 看到这一幕的宋贤者 是感动也是大彻大悟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慧珍已做好了晚餐 贤者跟慧珍说她饿了 慧珍还是充满疑问地看着她 因为贤者的说话方式和态度都变了 而时光倒流后 只有送贤者拥有之前的记忆 开始吃晚餐的时候 贤者突然问慧珍吃过了吗 慧珍先是停住了脚步 然后转身看向她 贤者让她不要忙啊 先坐下来一起吃饭 慧珍还是一脸的懵 贤者问江浩最近是不是在寻宝 江浩惊讶地问爸爸是怎么知道的 贤者这次没有教训她 反而让她好好去寻找 找到了让她也看看 慧珍非常疑惑地看着贤者 接着贤者又跟美浩说 学习不用非得拿第一名 说不希望女儿拿不到第一名而伤心 还让她好好吃饭 说身体健康最重要 美浩感到奇怪地点了点头 就在慧珍洗碗的时候 贤者走了过去说让她来洗 让慧珍去休息一回 结果 但是 정말 왜 이래요 날 또 어떻게 놀래키려고 이렇게 전주가 요란한 거 4个夜 5个夜 5个夜 4个夜 5个夜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 秦尔 미안해 我对你来疯了 我会想你 我肯定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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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耳然 全世界都飲 features 只得一定 失聆 今…… 所有的人 如今…… 이제 이런 눈물도 안 흘리게 할게 말들을 그대가 들었으면 사랑이란 마음이 이렇게 남는 건지 기억이란 사랑보다 더 슬퍼 기억이란 사랑보다 더 슬퍼 준비睡觉的时候 贤哲突然说我们去旅行吧 慧珍看了看他 然后说让我想想吧 然后把睡姿换成了侧躺 心里还在想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贤哲却在那里偷笑 因为他找回了当初很爱慧珍的自己 宋贤哲恢复了记忆后 决定浪子回头不要惊 他死死地盯着慧珍 好怕失去他的样子 왜 그렇게 봐요 예뻐서 慧珍看到他这个反常的样子 他赶紧跑出了客厅 心里想他是不是疯了 而现在工作中的宋贤者 既有强硬的处事风格 也有暖心的鼓励行动 在学校里 江浩和智秀不小心撞到了一起 他们还是像以前一样 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另一边的大东 通过贤哲提供的信息 也很快抓到了张基哲 而张春孝珠等人也被抓了起来 贤哲来到了大叔的家门口 他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心里是五味杂陈 正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没想到小花开门走了出来 谁啊 谁啊 你好 我叫 我叫 松轩车 松轩车 松轩 新安永自账长 你 啊 不然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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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设计划 但是,我们的家里有什么事情 如果我们的贷款 我们的贷款也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啊,没有那么 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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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住在这里 随后贤哲来到了公园 他打开了小花送给他的礼物 是跟大叔生日礼物的同款衣服 贤哲看了很是喜欢 突然收到了惠珍打来的电话 贤哲没有回应他 直接挂了电话 然后把惠珍的手机号码背住 从江浩妈妈改成了惠珍 这部韩剧是在2018年上映 饰演之行长的金明明 完美女人宣慧珍的金贤珠 以及赵炎花的罗美兰 这三大主演的演技实在是炸裂 之行长宋贤哲在最后恢复了两个人的记忆 明白了原来他和慧珍也可以很相爱 所以改变了一切 两个人的感情 特别是婚后 都会被生活上琐碎的事情而影响心态 时间长了 便激情退却 两个人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 可枕头边的那个人 还是曾经的那个他呀 也许我们需要找到对的沟通和调节方式 如果找不到 那就一起看看这部韩剧吧 这部剧叫做 我们遇见的奇迹 有人说 这部剧是烂尾 在我看来 这部剧是完美的结局 因为两个家庭都收获了幸福 此剧的背景音乐也是相当的好听 因为解说的原因 所以只能放几手出来 有空的朋友 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原片 等一下会有此剧的花絮观看 四个字幕 还钱包 有一个字幕 以后还不几乎 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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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没有 你怎么会 Mentale 有钱吗 你这就不能做 还没得了 对 你要 dismiss 你不晓不 还没发现 我远照 我一直在摇 2 gł在 我会读一读 我会认读一读 我会认读一读 很迷惊 你不想努力吗? 很快吗? 很像是同样 很帅 好 你看那 美 qui 喔喔喔 老闆在那裡 姿勢在那裡 你心裡有些人